朱元元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只因那个五年未曾谋面的老公终于回国了。 五年前,两大集团合作,陆卓恒的爷爷看上了朱元元,逼迫陆卓恒娶她进门。 新婚夜,陆卓恒直接出国,听说去见她的白月光去了,只留下朱元元孤零零地面对陆家的种种非议。 陆老爷子一气之下将国内公司的执行权交给朱元元,让所有人惊恶不已。 五年来,朱元元尽职尽责的管理卓陆氏集团,让公司蒸蒸日上,她的表现让她的父亲都嫉妒,她总是唠叨。 我这是给自己培养了一个竞争对手,她走到家门口,手心微微出汗,如今,要见面了,她不知道用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她。 她知道,她们不可能离婚,即使陆卓恒想离,都离不掉,除非陆老爷子离世,他们的婚姻才能结束,既然离不掉。 她想争取一下,她不想做一个妄夫时,家里的佣人看到她时,眼里有抹惊叉。 少夫人,您今天回来得这么早,先生在家吗?她直接问道,佣人脸色一僵,犹豫地开口,在家。 闻言,朱元元便朝着二楼而去,身后佣人叫住她,少夫人,那个,你还是先吃饭再上去吧。 她的声音有些大,让朱元元停住脚步。 梅姨,你怎么了?梅,什么,少夫人你不饿吗? 她脸上着笑容,我一会儿下来。 说完,她奔向楼上,她走至门边时,刚想抬手敲门,便听到门里传来声音。 横,你洗好澡了,朱元元整个人僵在那里。 几秒后,她愤怒地将门拽开,室内的两人同时望过去,女人脸上带着一抹挑衅,而男人却淡定地摇晃着手里的酒杯。 朱元元抬腿走进去,目光落在沙发上坐着的女人身上,她穿着浴袍,香肩裸露在外,她眼睛一直盯着女人,从头看到脚。 讥讽道,我还以为陆总的眼光有多高呢?也不过如此,陆卓恒摇晃酒杯的手停顿下,很快恢复正常,她抿了口酒,随意说道,陆太太美若天仙,朱元元不禁冷笑道,我每步每步需要陆先生评价,别染了一身病,丧失某些功能。 说完,一脸不屑地转身,便走了出去,下楼后,见梅姨还站在那里,她开口,梅姨,饭准备好了吗?我饿了,少夫人,马上就好。 梅姨说完,进了厨房,这时,从楼梯传来脚步声,不用想就知道是谁,除了那个女人,就是陆卓恒,朱元元抬脚朝着餐厅走去,刚走两步,身后却传来陆卓恒的声音, 陆太太的胃口可真好,她不冷不热道,她停住脚步,顿了下,没有回头,直接回道,当然,只要陆先生不在家,我就胃口大开,陆太太,看来今晚,让你失望了,她冷哼出声,随后朝着餐厅走去,朱元元盯着她的背影,好一会儿,才走向餐厅,凭什么她吃饭,她就不能过去,她要让她看着。 她也能吃得津津有味,她走到餐桌旁,嘴角勾起一抹倔强的微笑,轻轻挑起碟中的美食,送入口中,陆卓恒坐在主位上,胸鲜围着方巾,用餐的时候,动作极其优雅,反观朱元元却像是没有吃过这么美味食物般,有些狼吞虎咽。 恒,吃饭了也不叫人家,娇媚的女人声传来,陆卓恒看了她一眼,吩咐梅仪拿上来一份餐具,之后,她安静地用着餐,夏方仪坐在陆卓恒的另一边,朱元元瞬间没了胃口,这算什么? 古代嘛,陆卓恒是皇帝,身边飞瓶陪着她用餐,她这个皇后没了胃口,飞瓶更不能享受着美食,忽然,朱元元狠狠地咕噜一声,她的声音有些突兀,陆卓恒和夏方仪的目光朝着她投射过来,她脸上带着一抹笑,津津有味地吃着面前的餐点,嘴里还说道,梅仪,今日做的晚餐真好吃,陆卓恒眼神 梅仪中充满了冷冽,但其中又夹杂着某种的情绪,气氛有些冷凝,这时,夏方仪笑着开口,姐姐,胃口真好,文言,朱元元看向她,当然,心情好,胃口就好,几分钟后,她放下餐具,脸上张开迷人的笑,夏小姐,辛苦你了,我先生今晚有你侍寝,说完,她站起身,朝着楼上走去, 再待一秒,她都能吐出来,陆卓恒顿住,眼神随着她的背影而动,锐如利剑,上楼后,朱元元坐在化妆镜前,看着镜子中反过来一张怨妇的脸,不禁嘲笑道,朱元元呢,朱元元,有吃,有喝,还掌管着老公的公司,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她愿意玩,就让她玩呗,哪天,要是突然离世,所有的一切,不都落在你的手里了吗?到时候,你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 为什么一定要在乎那个被无数女人睡过的男人?想到这,她不禁心情大好,哼着小曲进了浴室,半个小时后,躺在了柔软的大床上,与周公约会去了,不知过了多久,她感觉身上一阵燥热,睁开眼,刚要大叫,却被一只手捂住,紧接着,在她不可置信的状况下,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一日,朱圆圆裹着被子站在床前,大声地怒吼道,陆卓衡,你个小人,她慵懒地靠在床头上,手指中夹着一支烟,轻轻吐出一圈烟圈,陆太太,我只是提醒一下你的身份,朱圆圆一愣,这个混蛋。 昨晚,她将她推给夏方仪,她却记恨在心上,陆卓衡微微眯着眼睛,弹掉一大截烟灰,脸上带着一抹淡笑,陆太太,别自作聪明。 说完,她掐灭烟地,扔在烟灰缸里,起身走向浴室,朱圆圆恨不得杀了她,这个混蛋,和别人翻云覆雨过后,还来找她,气得她浑身发抖,拿起床上的枕头扔了过去,陆卓衡转过身,看到掉在她身后的枕头。 抬眸,正对上满脸,带着怒气的女人,来了一句,陆太太也不是什么贞洁烈女,随后推开浴室的门走了进去,她整个人僵在原地,鬼才知道,她是怎么失身的,公司里,朱圆圆脸色很差,面前的文件,她是一眼都没看下去,她靠在椅子上,随手将桌子上的遥控器打开,调着抬,突然。 电视画面上出现一个熟悉的面孔,她愣住,荣氏集团总裁荣泽一周前在国外被捕,昨日被我国警方带回国,据此案负责人介绍,荣泽涉嫌立荣氏集团洗钱,诈骗,还有涉嫌杀人,朱圆圆愣愣住,荣泽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她仔仔细细地将新闻看完,曾经他们是一对亲密的爱人,却因为荣泽出轨, 她选择了分手,就在这时,门被敲响,朱圆愣将电视关掉,出声,进,助力推门走进来,站在办公桌前,总裁,董事长来了,她要召开股东大会,召开股东大会,不是上周开完的吗? 朱圆愣一脸的疑惑,说到这时,她顿住,若是她没猜错的话,陆卓恒要接手公司,助力摇了摇头,她怎么会知发生什么事? 我知道了,马上就过去,会议室内,陆老爷子威严地坐在主位上,左手边坐着陆卓恒,右手边坐着朱圆愣,各部门经理一一汇报着业绩,陆老爷子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圆愣将公司搭理得不错。 董事长,您过奖了,这都是在座人的功劳,朱圆愣谦虚回道,刚说完,就见对面坐着的陆卓恒,正好整以挟地靠在椅子上,脸上似笑非笑地望着她,朱圆愣瞪了她一眼,别开眼睛,陆老爷子瞟了一眼陆卓恒,皱了下眉,再次开口,我宣布一件事,陆卓恒将接手我的位置,从今天日起, 我将退出陆氏集团,话落,在座的人转向陆卓恒方向,然后有人举起手鼓掌,接着所有的人都伸出手鼓掌,鼓掌的同时,有些人望向朱圆愣的方向,心想着,孙媳妇做得再好,也不如自己的亲孙子,可惜了这个女强人,会议结束后,朱圆愣回到了办公室,心里免不了有些不爽,以后, 他都要和陆卓恒一同工作,不知过了多久,门外传来敲门的声音,还没等他说近,门就被打开,他望过去,陆老爷子只身走了进来,身后的助理帮他降门关上,爷爷,他走过去,扶着他走向沙发前坐下,陆老爷子坐在沙发上,看着面前的人,开口,圆愿,爷爷知道你受委屈了, 啊,他愣住,朱圆毕竟是我的孙子,他这些年的所作所为,爷爷看在眼里,不过,爷爷毕竟年龄大了,公司最终也得交到他的手上,爷爷,我不委屈,他脸上展开一抹微笑,你这孩子啊,陆老爷子叹了口气,爷爷,你就不用为我担心了,我很好,陆老爷子望着他,沉溺了下, 说道,卓恒回来了,你们给我生个增孙吧,这,他能说他不想生吗?爷爷,你让他一人怎么生孙子,还不得我配合,陆卓恒推门走进来,你什么时候这么没规矩了,进门不懂得敲门吗?陆老爷子瞪着他,吼道,爷爷,你说过的,自家人不需要敲门,陆卓恒走过来,直接坐在朱圆圆身边,伸手将他拥在怀里, 朱圆圆一将,就要推开他,却感觉搭在他肩膀上的那只爪子紧紧地按着他,他转过头,瞪着他,他挑了挑眉,老婆,这里是办公室,想要也得回家,闻言,朱圆圆一口老血,差一点吐出来,他,他在说什么,臭小子,别欺负圆圆,陆老爷子吹胡子瞪眼,语气里却听出一丝宠溺,爷爷, 我要是不欺负他,怎么给您生增孙,陆卓恒脸上带着笑,陆老爷子看了他们一眼,随后起身,朝着外面走去,刚走到门边,停住,转过身冷哼道,圆圆是我孙媳妇,谁都比不了,你身边的那些女人都给我打发走,要不然,爷爷,圆圆是你的孙媳妇,那还是我媳妇呢,我哪敢让他受委屈, 陆卓恒接得倒挺快,哼,陆老爷子走出去,见陆老爷子离开,朱圆圆推开他,站起身,朝着办公桌走去,陆卓恒靠在沙发上盯着他,半嗓,开口道,朱总,有你这样对待上司的吗,那你开除我,朱圆圆抬头瞪着他, 啊,想当米虫,他笑得一脸邪魅,朱圆圆正了下,有一瞬间,被他的笑容迷住,说实话,眼前的男人,确实有能让女人疯狂的魅力,陆卓恒站起身,朝着办公桌走过来,双手处在桌子上,轻身,离得太近,让朱圆圆一下子跌入他那双深邃的黑毛里,无法自拔,将下方一招进来,说完后,站直身体, 朝外走去,朱圆圆愣愣了三秒,错愕地回过神来,猛地拿起桌上的文件,朝着门口的男人扔过去,陆卓恒,你去死,可惜门已经关上,那些文件落在了地上,门外的人因为门上传来的声音顿了顿,又听见门里传来女人的怒吼声,她嘴角微微上扬,朱圆圆真是被陆卓恒惹到了,发泄了好一会儿,在家里, 她都已经够隐忍了,让夏方仪给她事情,现在,她还要让她来公司,这也太不把她当回事了,在家里,也就几个人知道,在公司里,那就不一样了,她这个陆夫人的脸面往哪放,即使对她没有爱,她也不想受这样的委屈,陆卓恒敢做初一,那她就做十五,几天后,夏方仪来公司工作, 朱圆圆这个正妻亲自接待,夏小姐,朱圆圆皮笑肉不笑地道,总裁,夏方仪垂下头,她不知道,朱圆圆想要干什么,朱圆圆绕着她慢慢地走,缓缓地开口,夏小姐还真有本事啊,将我老公的心抓得死死的, 就连回陆时上班,都要将你招进来,在国外,我一直做陆总的秘书,她早已经习惯了,她语气里带着一丝丝挑衅,哦,原来夏小姐做秘书很专业啊,朱圆圆点了点头,眉毛轻轻挑了下,沉思片刻,又说道,这样吧,我这里正好缺个秘书,你留下来,做我的秘书,夏方一愣住, 她没想到朱圆圆会这么说,这一次,她随着陆卓衡回国,就是想挤掉她这个陆夫人的位置,她知道,陆卓衡不喜欢强势的女人,知道她结婚时,她都没太在意,因为,她知道,她在她心中是特别的,就如,她结婚当天,她说不舒服,她就乘坐飞机过来陪她,之后,她不希望她回国,她也没回国,而是留在国外陪她, 伴赏,她一脸委屈道,总裁,我怕我做不好,影响了工作,你不是做过陆总五年的秘书吗? 朱圆圆一句话将她毒死,待夏方一离开后,朱圆圆冷笑道,陆卓衡,我们的较量就从你的白月光开始,下班前,朱圆圆拿着文件走到陆卓衡办公室门外, 刚要敲门,就听到里面传来娇滴滴的哭泣声,她顿了下,猛地推开门,只见夏方一坐在沙发上抹着眼泪,而陆卓衡坐在办公桌后写着什么,脸上似乎带着点不耐烦,她揉了揉眼睛,想看清楚,可是下一秒,陆卓衡却抬起头,看到她时,微微震了下,有事,朱圆圆将手中的文件扔在桌子上, 朱圆圆的说道,签字,让秘书拿给我就行,她接过,扫了一眼,签上自己的名字,我是想啊,不过我的秘书不是在你这吗,她挪了挪嘴,圆圆姐,我真的不适合做秘书工作,夏方一眼睛红红的,看着好不可怜,陆董事长,你看怎么办,她转过头凝望着陆卓衡,漂亮的脸上露出迷人的笑容,陆卓衡被她的笑容, 恍惚了下,随即道,夏方一,明天起,你做总裁的秘书,卓衡,她不可置信道,她一想宠爱着她,今天是怎么了,听不懂我的话吗,陆卓衡脸沉了下来,夏方一咬了咬唇,不得已点了点头,还是陆董事长的话好使,说完,朱圆圆 朝着门口走去,刚走到门边,身后传来夏方一的声音,卓衡,下班了,你陪我吃饭好不好 朱圆圆停住脚步,好家伙,上一秒她赢了,下一秒就要打她的脸呢 她转过身,整个人正在那里,夏方一半跪在陆卓衡面前,手抓着她的胳膊,眼神中带着暧昧的祈求 连她一个女人对夏方一那个眼神吸引住了,何况是陆卓衡这样的男人,她靠在门边 似笑非笑地望着那一对男女,陆卓衡目光触及到门口的朱圆圆时,微微一闪,将身前的人推了推,卓衡,下方一诧异地看着陆卓衡,欲言又止,脸上带着失落 夏小姐,我老婆还在,夏方一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朱圆圆眼睛亮了一下 今天的陆卓衡有些不一样,这么给她面子,她一直盯着她的脸看着,却看不出任何表情 夏方一依旧不死心,瞪了一眼朱圆圆,然后看向陆卓衡 卓衡,陪我好不好,朱圆圆笑了,说道,陆先生,记得擦好嘴 我可有洁癖,夏方一将住,卓衡,你们发声,后面的几个字,她没有说出口 夏小姐,我和卓衡是夫妻,发生什么不都是正常的事吗?你这个三有什么好奇怪的 朱圆圆的嘴角扬了扬,看着夏方一脸色越来越难看,她脸上的笑容渐渐扩大 解气,真解气,一想到明天开始,夏方一给自己当秘书 她心情更好,于是,她晚上约了朋友一起蹦迪 朱圆圆喝得有些兴奋,摇摇晃晃推门进来 此时已经十一点多了,她满身酒气 以往这个时候,梅衣早就过来扶着她了 今天却没有看到梅衣身影 她直接甩掉鞋子,连拖鞋都没有穿 直接光着脚朝着楼上走去 忽然,她整个人撞到一堵肉墙上,摇晃了下,朝后面倒去 而眼前的人,伸手去拽她,却没拽住 朱圆圆从楼梯上滚了下来,瞬间酒醒了大半 眼泪汪汪地坐在地上 所幸,她才走了几个台阶 要不然,她可不是脚扭这么简单 与此同时,陆卓恒急步走了下来 轻轻地将她的脚拿起来 看着已经红肿的脚踝 不禁皱起了眉头 她看了她一眼 走路也不认真,还不是怪你 大半夜,你不睡觉干嘛站在楼梯上 朱圆圆眼睛里流出泪水 嘴里嚷嚷道,你还知道大半夜了 你干什么去了,还带着一身酒气 她冷着脸道,那不是给你让位吗 我要是回来早,不就打扰了 你和小情人翻云覆雨吗 她的话还没说完 身体就悬空而起 她被陆卓恒抱在怀里 你干嘛,她挣扎了下 想再摔一下 朱圆圆瞪着她,陆卓恒走到沙发边 轻轻地将她放下 然后转身朝着一旁的柜子走去 拿出医药箱走过来 她伸手将她的脚轻轻地拿起 看了看,放下 然后将药箱里的药酒拿出来 倒在手心里,揉搓几下 将双手附在她的脚踝上 轻点,朱圆圆嘟囊了一句 陆卓恒抬头,看了她一眼 手下动作放得更轻了 不知过了多久 朱圆圆感觉脚踝处没有那么疼了 低下头,看着陆卓恒轻柔的动作 她一记,不疼了 她懦懦道 陆卓恒将她的脚放下后 将药酒放入药箱里 然后走进洗手间洗手 洗完手后,走到她面前 弯腰将她抱起 你干嘛 睡觉 你脏 我洗过澡了 朱圆圆 谁说这个了 被她抱着 她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她今晚不会再失身吧 刚接触到柔软的床时 她马上滚到一旁 一脸戒备地看着陆卓恒 她薄唇淡淡一勾 嘴角却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直接上床躺在一旁 喂,你干嘛住在我的房间里 朱圆圆用手戳了戳她的胳膊 总感觉陆卓恒危险 她一刻也不想和她待在一个屋子里 这是我们的卧室 她侧过头 眼中带着一丝笑意 错 这是我的 和你没关系 她警惕地看着她 陆太太 你是不是又忘记你的身份了 她长臂伸了过来 坐 坐什么 她向后靠去 两个选择 一 睡觉 二 睡觉 她雌性的声音响起 让朱圆圆心里轻颤了下 两个睡觉当然不一样 她又不傻 瞪了她一眼 我选一 陆卓恒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切 她如毛毛虫般 扭动着躺下 伸手将被子拽了过来 盖在自己的身上 身后仿佛传来叹息的声音 当她仔细听的时候 却没有了 她翻了个白眼 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 第二天 朱圆圆一瘸一拐地出现在办公室 刚进门 就让下方一泡咖啡进来 总裁 你的咖啡 朱圆圆抬起头 看了一眼下方移 低下头 顿了下 又抬起头 看到她眼角处 有很重的黑眼圈 她们这是玩得挺刺激呀 一看 眼前的女人一夜没睡 此时的朱圆圆完全是神经大错乱 早已经忘记 男主角是和她在一起的 这个拿去整理 下午我要用 下方移接过 看了一眼 走了出去 这一上午 下方移忙得团团转了 她真是小瞧朱圆圆了 以正常的工作刁难她 还真不给她一口喘气的机会 她怒气冲冲地撞进办公室 将手中的文件拍在桌子上 朱圆圆 你到底想怎么样 朱圆圆愣愣了下 冷笑一声 我想怎么样 我是在工作 你连这么小的事都做不好 还声称做了五年的秘书 我看你这五年的秘书 只学会怎么讨好男人的欢心了 是 又怎么样 她瞪着她 嗯 朱圆圆点了点头 凝视她半傻 嘴角微微勾了勾 晚上 陪我去见客户 我不去 她直接拒绝她 不去 下方移你可想好了 如果你要是被路士开除了 还没等她说完 下方移直接打断 我辞职 辞职 你怎么赔偿公司的损失 她冷笑道 下方移愣住 脸上闪过一抹伤痛 随后 她咬着牙道 我去 夜晚 高级会所里 热闹非凡 下方移跟在朱圆圆身后 越走 她越慌乱 她停住脚步 总裁 谈合作 怎么会在会所里 朱圆圆瞟了她一眼 冷笑道 对方老总喜欢在会所里谈生意 她 更喜欢漂亮的女人 下方移僵住 沉默片刻后 忙说道 我不去 去不去 不是你说的算 朱圆圆似笑飞笑道 眼睛挑向她身后 下方移转过身 看见总是出现在娱乐头条的林总和她的助理 朝着两人走过来 她脸色白了白 大着肚子的林总 脸上带着傻憨憨的笑 朱总 好久不见哦 我可是约了你很多次 每一次都被拒绝 朱圆圆明白 她的意思 她哪是与她谈生意 只不过是看上她这个人了 林总 说的哪的话呀 我这不是忙吗 今日 我带着秘书来赴约 她笑呵呵道 林总看到朱圆圆身边的夏方移 她此时犹如一只小兔 惹人脸爱 她哈哈大笑起来 直接上前 揽住夏方移的肩膀 朱总 哪找的大美女 林总喜欢就好 哈哈 不 你放开我 我不是 夏方移脸上闪现交集 四周没有一个人能帮她 朱圆圆看着林总带着夏方移离开 没有任何动静 只是唇角扬笑 伸手拿出手机 正要拨打那个能救夏方移人的电话 突然 身后 一个人将她拥住 吓了她一大跳 转过头 看到陆卓恒站在她身边 你 你怎么在这 她惊恶住 舌头都打结了 干什么坏事了 她盯着她眼睛 我能干什么坏事 要干坏事的 也得是你陆先生 嗯 是没干坏事 只不过是将自己的情敌 给另一个男人了 陆卓恒凑近她耳边轻声地说道 既然你都看到了 去救啊 她推开她 挑衅道 我为什么要救她 她将她再次拥在怀里 她可是你的情人 你还是我老婆呢 她在她唇间吐着气道 呵呵 你还记得我是你老婆 是不是太晚了 她推着她 不晚 她放开她 抓着她的手 朝着外面走去 朱元元朝后 望了一眼 她没做过坏事 这是她做过唯一的坏事 可是 她现在有点于心不忍 陆卓恒一直将她拖到车边 打开车门 就要将她塞进去 朱元元却不肯坐进去 不行 陆卓恒你去将下方仪带出来 要不然她会被林总 你将她送给林勇 我为什么要带她出来 她挑了挑眉说道 她是你的情人 朱元元美好气地说道 她不是我的情人 她是荣泽的情人 不应该这么说 你都嫁给我了 她应该是荣泽的女朋友 她说道 什么 朱元元震惊住 你和她分手 不知道她的情人是谁吗 陆卓恒口气凉凉道 我只见过照片 没见过那女人的正脸 我哪知道是谁 回家 陆卓恒推着她上车 不是 你怎么会和荣泽的女人走在一起 你们不会是 她脑中闪现出邪恶的想法 想什么呢 陆卓恒用手指弹了下她的额头 想一下还不可以 她嘟囔道 她是荣泽送给我的礼物 不只是她 还有你 嗯 陆卓恒第一次见到朱元元时 她还是荣泽的女朋友 她看到她将自己的爱 全部加注在荣泽身上 她有那么一瞬间极度荣泽 可是后来 她又看到她伤心难过时候 独自躲在角落里哭泣 她莫名地心疼 后来 她才知道 她已为她着迷 当荣泽为了生意 将她送给她当礼物时 她没有任何犹豫将她收了 可过后 她又无法面对她 所以一直不敢出现在她面前 当知道自己娶的妻子是她时 她内心是激动的 结婚当天 她手机里收到了她的艳照 她很愤怒 新婚夜扔下她 独自飞往国外 她要灭了荣泽及身后的荣家 你 我 朱元元与吴伦赐道 当时 她发现自己失身时 失落了好一阵 还是荣泽陪在她身边安慰她的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安排的 你的眼神有多不好 陆卓恒讥讽道 你不也很花心吗 夏方仪是你的礼物 你就没碰过 她嚷嚷道 吃醋了 陆卓恒笑了 哼 你想得太天真了 本小姐不喜欢吃醋 礼物当然是送来送去 她淡淡说道 什么意思 她送给我 我也可以还回去 你们男人 简直太坏了 她称怪一声 是啊 但是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她含笑道 哼 歪理 荣泽这个人真不好对付 我花了五年的时间 才将她扳倒 将夏方仪这个礼物带回来 送老婆大人 让你消消气 眼前的男人真阴险 幸亏 她不是她的对手 要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她叹了口气 夏方仪还真可怜 她才不可怜 那天要不是我及时赶到 和你在一起的人 可就是另一个人了 朱圆圆正住 她是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她想要荣泽 又想要我 可是她失算了 我们两人对你 却有着不一样的情感 所以 她要毁了你 妥妥的一朵白莲花 朱圆圆愤恨道 还就不 陆卓恒问道 我不想坐牢 说着朱圆圆坐入车里 放心 你不会 今天是给她一个教训 我陆卓恒的人 可不是她想动就能动的 谁是你的人 陆卓恒从另一边坐入 一边启动着车子一边说道 当然是你呀 她还是你的白月光呢 她撇了撇嘴 以讹传讹 朱圆圆守了五年的空房 并未白守 原来那个混蛋的男人为了她 不过她的愚蠢令人则舌 她怎么可能拍摄那种艳照呢 她和荣泽相处的三年礼 他们仅牵手和偶尔来个热吻 从未跨越最后的底线 实际上 她是一个传统的女孩 后来 朱圆圆一想起艳照这件事 就调侃陆卓恒 当她好奇地问她 离开的那些年 她为什么不回来看看她 或者打个电话 她沉思了好久 才对她说 我怕 怕你的心里还有荣泽的身影 我不想做替身 朱圆圆无语 精明的男人 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我现在的心里还有她的身影 朱圆圆紧紧地盯着她的脸 陆卓恒望了她一眼 那一眼让朱圆圆打了个寒颤 她的小心脏跳个不停 她是不是玩笑开大了 有她也没用 你肚子里的肿是我的 她拽拽地说道 朱圆圆愣愣住 然后大吼道 陆卓恒 好了 好了 别吓着我儿子 女儿 行 是女儿 结果去做检查时 医生告诉他们 怀的是双胞胎 夫妻两人不可置信 消息传到陆老爷子的耳中后 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某个酒吧 一位穿着暴露的女人 穿梭在人群中 大哥需要酒吗 给大哥满上 好的 好的 女人魅惑一笑 下方一看着眼前 油腻的中年人 笑咪咪地陪着 那天 陆卓恒的助理出现 将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他明白 他的所作所为 已被他看透 谁让他利欲熏心 攀上了荣泽的枝头 却又想靠近 陆卓恒的怀抱 结果却落得个鸡飞蛋打 亮头空空 其实 荣泽曾有过取他的打算 当朱圆圆被陆卓恒看中时 他的心中却涌起了不甘与嫉妒 最终 他陪了夫人又折兵 得不偿失 从此以后 他只能够在这种地方苟且偷生 当了二十多年拜家女 终于轮到我牺牲了 我踏上了联姻路 不过我早让人探听了联姻对象 沈南亭的大概情况 知道他有个白月光后 我差点嘴笑歪 果然结婚当晚 沈南亭没有回婚房 第二天 沈氏集团的助理给我打电话 通知我沈南亭带着秘书远赴国外出差 为期一个月 小助理说话的时候 话里都带着掩饰不住的同情 我知道 那秘书就是沈南亭的白月光 努力将上阳的嘴角往下压了压 我对着梳妆镜 硬生生挤出了个十分悲伤的笑容来 顺着小助理的话 风伤感轻叹 一个月呢 蜜月都过完了 小姑娘同情的不行 安慰了我好久 我妈也打来了电话 默默男人忙事业很正常 等忙过了这阵子 她再陪你不迟 妈 我知道 我体贴地顺着话风跑 声音落寞 只是她不在 我有些想她罢了 我妈一声叹息 安慰我要好好的对自己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挂断电话后 我果断地约了闺蜜去酒吧 看帅哥 闺蜜惊了 你就不怕被姓沈的打死 她都带白月光出国了 我稍一讲缘由 闺蜜气的拳头都硬了 走 姐今天带你去会所点男模 点十个 嘶哈 我激动的眼泪都从嘴角流了 下来 这姐们能处 一溜的男模站在眼前 要是腰腿 是腿的 我当即就不客气地伸手点人 你你你 还有你 都过来 冷峻 清雅 傲娇 俏皮 每个风格我都要 帅哥们听话得很 捏肩垂腿的力度 拿捏得刚刚好 白皙修长的手指 包出来的水果也更甜 闺蜜丸的比我花 故意把空调温度升上去些 然后叫乖乖们 给我俩扇风 小扇子 悠悠地扇着凉风 我惬意地瞇了眼睛 要不 我把沈南亭的青梅 还有前女友什么的都找出来 凑齐十二生肖 让她全年出差 她对你不忠 你就取悦自己 闺蜜含住小奶狗 递到嘴边的葡萄 笑咪咪的 花她辛苦赚来的钱 找男人 才有成就感 我身以为然 她大婚之夜不回家 隔天还带着白月光 出差 既然她不人 那就休怪我不义 她留在家里的卡 我刷起来 可是开心得很 一个月的时间 我几乎玩遍了 这世的高级会所 微信都被小男魔们挤满了 姐姐姐姐的 叫得我心花怒放 撒钱如烧纸 甚至逛街穴 听到贵姐 看到我就两眼放光 把我当财神爷供着 玩得太嗨 以至于忘了某件重要事情 那是个晴朗 微风的下午 我歪歪地窝在沙发里 似睡飞睡 听心宠的小男魔 给我唱宝串姐 挖野菜 宝箱门突然开了 凉风吹过来 我下意识地睁开眼睛 然后就看见了 沈南亭的黑脸 眨不也眨得紧紧盯着我 把我瞌睡都吓跑了 卧槽 她怎么回来了 沈南亭凌厉地目光 恨不得要在我身上戳俩窟窿 我不在 你过得很快活呀 的确快活 身旁标志的小男魔 跟她一比 瞬间也不标志了 但承载男魔 笑得好看 还茫然无知地问 姐姐她是谁呀 姐姐沈南亭盯着我 一步一步走过来 就在我以为她要家暴 我时 她咪了咪毛子冷声道 来 乔默 你告诉她我是谁 我善善地推开 想要靠在我身上的小男魔 清了清嗓子道 介绍一下 这是我老公 老公 这位是 嗨嗨 我弟弟 男魔 沈南亭都被我气笑了 乔老爷子知道自己 又多了个儿子吗 嗨 当然不知道 要是知道 不得把我扒层提呀 沈南亭果然名不虚传 掐人七寸一掐一个转 我示意 小男魔可以退下了 他依依不舍地给我飞吻 还不忘来了句 姐姐我们下次再约 还约什么 沈南亭这会儿怕是 掐死我的心都有了 要是让人知道 他沈南亭新婚娶的老婆 趁着他不在家之际 花天酒地一个月 怕是会被笑死 但这也不能完全怪我呀 我觉得他起码得负一半的责任 你说你带着白月光 飞去国外浪一个月 凭啥要求我在家安分守己 结婚之前 我跟他毛线感情都没的 说归说 被他带到还是心虚不已 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微笑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要是让我知道 是哪个王八蛋告的命 我分分钟跟他绝交 沈南亭没回答我这个问题 反而把我上下打量一番 似笑非笑地道 花着我的钱 和别的男人享乐 还嫌我打扰你了 老阴阳人啊 面上我讨好的笑道 不不不 这只是合理消费而已 你看 你带着美女出国旅游 我在家也很寂寞呀 论阴阳 我也不说好吗 还想教训我 也不看看你自己 沈南亭面 无表情地轻轻扯开领带 我竟然会觉得性感 只听他凉凉道 看来 你是对我们的婚姻关系 没有概念 逃避问题 转移话题 乔默 本来是想慢慢来 怕吓到你 但你太不乖了 啥玩意儿 我瞬间头皮发麻 吓一秒 我就被他压在身下 狭窄地沙发空间 我被他的身子 堵得严严实实 讲真 这是我和沈南亭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 靠近彼此 他五官深邃 棱角分明 用网上的话说 那就是标准的剑模脸 就这张脸 可迷倒不少人 听闻在和我结婚之前 明媛圈 可不少白妇美丽 是非他不嫁 无奈他性子冷淡 多少狂风浪蝶扑上去 愣是一个开花结果的 都没有 也就他那个白月光 跟在他身边好多年 据说是家事的问题 才没能进得了沈家的门 其实 我还蛮同情 他白月光的 但这也仅现在结婚之前 结婚后就不一样 无论我和沈南亭之间 感情如何 新婚 他就带着白月光 出国 与我面上无光啊 我双手护住胸前 用力推开他的胸膛 有些气息不稳地问 你干嘛 沈南亭突然抓住 我的双腕把手固定在我头顶 黑沉沉的毛子 看着我道 让你认清自己的身份 说吧 他低头吻在了我的唇上 我气得直骂 你浑蛋 嗯 一想到他那个白月光 我就有点放格硬 用尽全身的力气 推开他 脱口而出 沈南亭 你有你的白月光 我们不合适 沈南亭身子一顿 从我身上直起头来 疑惑到 白月光 还挺会装 那他今天是踢到我这块钢板上了 我专制各种不服 当然是整日跟你形影不离的女秘书 他以为我不知道吗 他和他那个女秘书的绯闻都传到我耳朵里了 还在欲盖弥彰 男人都是狗 沈南亭闻言 眼底带着野鱼 原来你以为络一是我的白月光啊 什么叫我以为 明明就是好吗 沈南亭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也别装了 你我的婚姻是商业联姻 你我心知肚明 所以 凡事好商量 我们可以继续维持这样的表面婚姻 但我们彼此的私生活互不干涉 说到这里 我顿了顿 沈南亭示意我继续 我鼓足勇气道 你可以继续跟你的白月光双宿双飞 必要时我还可以帮你打掩护 而我呢 没什么大志向 就喜欢看帅哥 所以你也别管我 如果以后时机成熟 离婚也可以 放心 我这个人很好说话的 不会分走你一半的家产 说了这么一大堆 我有些口干舌燥 他自己挤斤挤两 心里没点低暑吗 我推了推他的胸膛 颇为不满地道 行不行你倒是给句痛快话呀 沈南亭薄唇清起 别想 不是 我这是为他好 他怎么还一副憋屈的样子 有点过了吧 行 那这事以后再说 我拍了拍他的肩 大哥 你能先从我身上下来吗 沈南亭在下来前 还报复性地在我脸上 又漆了一下 你嘛 我不干净了 被他亲过的地方 我用湿巾擦了好几遍 惹得沈南亭不满地看了我好几眼欲言又止 看看看 再看把你眼珠子抠出来 我被捏住手腕 脸扯带拉地塞进车内 你要把我带去哪 我没好气地问 沈南亭修长的手指解开衬衫领口的两颗扣子 吃饭 我不饿 刚才被小南亭喂了些水果和蛋糕 这会儿喂李还撑呢 沈南亭根本没有给我继续拒绝的机会 你不饿就看着我吃 他脸很大吗 吃饭还要我赔 车子一路急迟 最后停在一处高档餐厅前 进去后 沈南亭竟然真的指点了自己的菜 当菜端上来后 我肚子里的蝉虫立即被勾了出来 碍于面子 我很有骨气地硬撑着没开口 等他吃过饭 就吩咐 司机 把他送回家 那你呢 我下意识反问 沈南亭看着我笑问 关心我 我忍不住白了他一眼 瞧把他给自恋的 爱说不说 我抬脚就走 听到背后的声音带着笑意 我还要回公司处理些事情 我头也不回地挥手告别 随你 即便是不回来 我也不关心 七点半到家 看着空荡荡的大别墅 我叹了口气 这一个月里 还是我第一次回家这么早 以前 我哪天 不是不到半夜十二点 绝不散场 在家闲着无聊 我打开电脑看综艺 九点钟 沈南亭到家了 咦 他竟然真的回来了 沈南亭打趣道 怎么看到 我回来不欢迎 切 我违心地笑着说 哪有 我巴不得你早点回来 对了 你这么早回来 你那个白月光 也愿意 沈南亭文言 无奈地解释 他不是我的白月光 哦 他这话 有漏洞 那谁是 沈南亭 别别扭扭地红了脸 不自在地 转移了话题 在等我吗 真自恋 好在手机来电 解救了我 是闺蜜打来的 默默顶峰 来了一批新男模 我给你买了事业最好的卡座 怎么样 够意思吧 可太够意思了 我刚想答应来着 突然感觉身上凉嗖嗖一片 抬眸 正对上 沈南亭 半韵怒的眼眸 我立即改口 不约 我这人最不爱看了 闺蜜 我靠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 乔默吗 太阳不会打西边出来了吧 完了 我的面子 在这一刻彻底丢光了 沈南亭坐在一旁 玩味地看着我 嗨嗨 尴尬死了 我灵机一动 假装 信号不好 什么 喂 不好意思 我这边信号不好 听不太清楚 有什么事 明天再说吧 说完 我迅速挂断电话 第六感一向很准的 我敏锐地感觉到 空气里弥漫着 危险的气息 沈南亭的嘴角擒着 一丝优雅的笑意 男模 咸肉 奶狗弟弟 他还是蛮懂的吗 我黑黑一笑 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看 这都是闺蜜带的 他前段时间不是失恋了吗 我这算是舍命陪君子 为朋友两肋插刀 虽然结婚了 我的事不想让沈南亭知道太多 毕竟 我代表的是乔家的颜面 所以闺蜜约我 我也不能这么大张旗鼓地过去 只能找借口了 沈南亭挑眉道 这么说 我还得夸你咯 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当着亲老公的面差点红杏出强 这事儿 割谁身上都不大好受 嗨 夸就不必了 那什么 咱们算是扯平了 你带着白月光 双宿双飞一个月 我在家也没闲着 从今以后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怎么样 沈南亭面无表情 我说了 他不是我的白月光 我们现在是夫妻了 你认清楚自己的位置 这人 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这脸变得比翻书都快 他脱掉了西装 朝着浴室的方向走去 望着他的背影 我举起 拳头在空气里 胡乱垂了几下 真是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到底怎么 才能让他答应 互不干涉的条件呢 我去了卧室里 正准备躺下 门突然开了 是沈南亭进来了 他一袭 白色深微 浴袍遮体 头发半干 吓得我立即把被子 紧紧包裹着自己 惊恐地问 你进来干嘛 这些天 自有散漫习惯了 我都忘记 沈南亭已经回来了 沈南亭看我的眼神 像看白痴 一副理所当然的口吻 这是我们的婚房 不睡这儿 我睡哪儿 脱去西装 她站在那里 依旧压迫感很强 难道是我个头矮的原因 我迅速站在床上 终于跟她视线平行 沈南亭 咱们各自退一步 联姻这事儿讲究的是 两家合作共赢 谈钱多好 谈感情就有点俗了 我只是结个婚 履行作为乔家女儿的责任 但我这人一向洁身自豪 不会出卖自己 沈南亭挑眉 目光悠悠地看着 不好意思 要让你失望了 我就是个俗人 打死我都没想到 他就是我的克星 我当机立断把被子 全部裹在我身上 态度不好地道 我这个睡觉不老实 打呼磨牙还爱 踹人 对了 我特别爱抢被子 我建议你最好还是 再找一床被子自己盖 说吧 我又忙到 不好意思 我困了 要睡觉 晚安 身后的人轻笑一声 悠悠道 知道了 一阵唏嘘过后 身后的床线了下去 沈南亭竟真躺下来了 不要脸 我把头缩在被子里 狭窄的空间 很快便燥热一片 热得我不得不把头露出来 起料 一出被窝 便看到沈南亭那双含笑的毛子 只见她用右手撑着头 侧着身子注视着我 我尴尬又气恼 不睡觉 盯着我干嘛 她勾起唇角 笑问 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忘了什么 忘了把她用大棒子打出去 她看我茫然不解 于是解释说 我们结了婚 就是合法夫妻 夫妻之间 是不是要履行某些义务呢 我瞬间明白 她说的是什么意思 脸颊滚烫 心跳如雷 你想得美 话音刚落 她整个人就又翻身压在我身上 我被吓得死死抓住被子 以防被她扯开 漆黑的毛子盯着我的眼睛 一时间 暧昧从生 下一秒 她突然伸长手臂 我立即闭上眼睛 啪 原来是关了我头顶的闭灯 看到我的反应 她哑然失笑 调侃道 我关灯 你紧张什么 我恼羞成怒 一把推开她 有你这样关灯的吗 压在身上 关灯 也只有她这个奇葩 能干得出来 不承想 沈南亭顺势躺下 抓住我的手臂 微微一用力 幸好我双手撑得及时 否则我的脸就要跟她的脸亲密接触了 沈南亭幻笑着问 原来你喜欢这样啊 说完 还摆出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 来吧 我绝不反抗 我眯了眯眼睛 她这么喜欢调戏我 不知道被调戏会做何反应 行动比脑子反应还快 我用食指轻轻抬起她的下巴 仔细观察她的五官 择了几声 沈南亭目光忧深 我索性低头吻在自己的大拇指上 看到她眼底的恶然 我轻斥一声 哟 这么想被我亲纳 可惜 嘖嘖 说完 我翻身躺回原处 沈南亭果然急了 口不择言地问 可惜 什么 你择什么 我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我困了 不要打扰我睡觉 我有严重的起床气 说完 我翻身背对着她 乔默 听不见 听不见 我以为自己会睡不着 毕竟身旁还躺着一个陌生人 这个陌生人还是我法律上的丈夫 事实上 身体很诚实地睡过去了 且还睡得很死 就连沈南亭起床 我都不知道 看着一旁空空的被窝 我琢磨着她此刻应该是上班去了 结果下楼便看到她正端坐在餐桌前 优雅地吃着早餐 嗯 不错 算她有良心 还知道给我准备一份 我毫不客气地坐下 拿起三明治咬了一口 味道不错 你坐得 沈南亭点点头 咦 不对啊 她看起来有些憔悴啊 这大黑眼圈都快到嘴角了 没睡好 她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波澜不惊地说 还不是因为你闹的 天地良心 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啊 我闹你 我昨晚上僵着身子睡了一夜 现在还腰酸背痛 我怎么你了 沈南亭脸色不大自然 仔细看 她耳根子都在泛红 你 勾引我 那也是你先招惹我的 你活该 沈南亭吃过早饭 擦了擦嘴角后 道 一会儿你吃完帮我个忙 考虑到以后 都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不能把关系闹得太僵 没问题 当我来到衣帽间时 就看到她穿着白衬衫 领口敞开 手里勾着一条领带 看见我进来玩味一笑道 帮我系领带吧 你都不会 我更不会 沈南亭不慌不忙地道 我可以教你 我真想问她 是不是脑子有点什么大病 明明自己就可以系领带 还非要让我亲自动手 真是够欠的 没兴趣学 说着我就要转身离开 冷不丁被她揽住肩膀 身子一歪 不由自主就靠在了她身上 她身上轻烈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一刻我心脏跳得很快 她搂着我 温热的气息自上而下 喷洒在耳畔 我的脑子瞬间空白一片 你是我的妻子 给丈夫系领带不是理所应当吗 不会我可以教你 低沉富有磁性的声音 令我脑子乱成一团 江湖 竟不由自主地点头 她手把手教我 如何系领带 我觉得自己脸很烫 抬眸看了她一眼 只见她全神贯注地盯着我的手 一字一句教得格外认真 对 就是这样 再记紧一点 手上一用力 沈南亭的脸顿时 变成了这样子的 她急忙握住我的手 把领带松开一些 摸了摸被勒的脖梗 无奈道 谋杀亲夫啊 对不起啊 我都说了 我不会系领带 你非让我学 这不是自己 给自己找罪受吗 我乐意 沈南亭笑咪咪地看着我 直到她上班离开 我脸颊的温度都没降下来 这一个多月 好歹我也调戏过 那么多小奶狗和男模 即便被调戏 也没像这两天失态 我在一阵苦思冥想后 得出结论 我和沈南亭是棋逢对手了 闺蜜打电话来约我逛街 我欣然同意 一见面她就迫不及待地问 昨晚 你那附怂样子 不会是因为身边有沈南亭吧 我白了她一眼 既然知道她在 你还故意打电话来 就是为了看我笑话 没良心地 闺蜜毫不客气地大笑起来 我可听人说 你是被沈南亭 当场捉奸带回去的 我也是关心你 所以就特意慰问了一下 真是亲闺蜜啊 够损 喝 我谢谢你的慰问啊 不过我要纠正一下你的措辞 我可不是被当场捉奸 只不过是碰巧遇到她而已 我们两个一起回家 闺蜜笑得贼奸诈 你就嘴硬吧 哎 真是可惜了 以后再也不能跟你一起看帅哥了 为什么 你有别人了 闺蜜一巴掌拍在我脑门上 你傻了 你现在可是夫管严呢 再说了 你敢当着沈南亭的面出来 这句问话 差点没把我噎死 别提她了 说点高兴的 我低头吸了一口果汁 闺蜜突然猛掐我的大腿 不是 我不想提 实在是你俩缘分不浅 诺 看正前方 你老公带着一位妙龄女子 貌似在逛街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 我看了过去 果真是沈南亭 就她那副挺拔的身姿 再加上那张俊妍 人群中格外突出 跟在她身边的 可不就是 她那白月光女秘书 洛依吗 闺蜜用胳膊肘捅了捅 她们貌似要来这家店吃饭 要不要打个招呼 我摇摇头 打招呼多尴尬呀 我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闺蜜却不以为然 反问道 你怂了 她能捉你的 尖 你也捉她的呗 我正思考打不打招呼 就听到闺蜜站起身对着 刚进餐厅的沈南亭和洛依辉手道 嗨 乔默的老公 好巧哦 这称呼 可真够别致的 沈南亭微微汗手 看到我后大步走来 闺蜜则立即起身疼地方 沈总 坐 沈南亭在我耳边道 我和洛秘书来这里是谈公事 我摆摆手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都懂 沈南亭神色严肃 你不相信我 闺蜜看我俩神色不对 忙笑着打圆场问 沈总不介绍下 这位女士是 沈南亭 这才回头 礼貌地对闺蜜笑了笑 我的秘书 洛依 闺蜜意味深长地嗷了一声 沈总情调可真高啊 还带秘书来这家餐厅吃午饭 情人节快到了 所以餐厅推出了情人节活动 放眼望去 来餐厅吃饭的基本上都是情侣 当然也有例外 比如我和闺蜜 再比如沈南亭和洛依 洛依健壮 大方帝微笑并伸出道 乔默你好 我是沈总的秘书洛依 唯恐天下不乱的闺蜜盲道 洛秘书 乔默可不是你叫的 你应该叫她沈夫人才是 我在桌底下狠狠踹了闺蜜一脚 哪知她像没事人一样 继续道 你看 你叫你的上司沈总 那上司的老婆是不是该叫沈夫人 洛依脸色微变 微笑着点头 对 抱歉了沈夫人 听到这个称呼 我头疼不已 耐不住又朝闺蜜踹了一脚 不料身旁的沈南亭反应不少 手上端着的咖啡都溅出来了 只见她淡定无比地擦了擦手上的咖啡字 别有深意地看着 我说 夫人好角力 我尴尬地想原地去世 合着刚才我踢的人是她呀 后知后觉的闺蜜敲敲桌子 问 你们小夫妻俩说什么悄悄话呢 我瞪了她一眼 跟你没关系 洛依微笑着道 沈夫人不要误会外边的风言风语 其实我和南亭小时候就认识 则 这是在跟我炫耀她和沈南亭青梅竹马呢 沈南亭这个狗 男人 还说她和洛依没什么 简直就是狡辩 沈夫人 我要郑重其事跟您说一声道歉 你和南亭结婚这事我不知道 当时国外总公司有一个很紧急的案子 我处理不了 才拜托了南亭陪我去 希望你不要生南亭的气 她的潜在意思是说 看啊 虽然你和沈南亭结婚了 但我一句话就把她招走了 跟我比 你算个万 我和闺蜜对视一眼 瞬间解读出彼此心中所想 这个洛依绝对不是省油的灯 但我乔默可不是吃素长大的 我玩耳一笑 挽住沈南亭的胳膊 十分大度地说 没关系 南亭早就跟我说过你 还让我不要误会 毕竟你们这么多年半点火花都没擦出 不像我跟她 一眼定情 说吧 我狠狠踩上沈南亭的脚 笑咪咪地问 对吧 沈南亭强忍着脚上的剧痛 陪着我点头 末了假惺惺地在我额头前吻一下 老婆说得都对 我看到洛依的脸白了 双手紧紧握着刀叉 她喜欢沈南亭不假 既然是她先挑起的事端 就别怪我无情 她恶心我 我也要隔应她呀 所以 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温柔对待沈南亭 老公 你尝尝这个菜 味道不错 当筷子夹到鱼肉 正要放到沈南亭面前的餐碟里时 洛依紧张地忙道 南亭不爱吃鱼 我的筷子将在半空中 胸口的小火苗都快要按捺不住了 一口一个南亭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俩是青梅竹马 沈南亭也没好到哪里去 身边放着一位对自己寄予已久的美貌女人 还敢对我大言不惭地说她对她没有感觉 当我是三岁小孩 好哄 我眯了眯眼睛 转头问她 是吗 我怎么没听你说过不吃鱼肉 沈南亭笑意盈盈地道 只要是你给我家的菜 没有我不爱吃的 与必 她直接俯身就着我的筷子把鱼肉吃了 再看洛依 脸都黑了 闺蜜趁二人不注意 对我竖起大拇指 哎呦呦 我干脆不吃饭 吃你俩撒的狗粮都吃饱了 是吧 洛秘书 闺蜜笑着转头问 洛依神色已经恢复正常 扯了扯嘴角没有说话 这一顿饭吃得火星似箭 倒是闺蜜 是真嗨了 像个奔跑在瓜田里的茶 兴奋地跳来跳去 用餐结束 洛依起申道 南亭 是回公司还是 呦 就这点能耐 不过是一顿饭 而已 就当着我的面 明目张胆地 抢人了 沈南亭没有看她 反而看着 我问 你怎么回去 我用下巴挪了 挪闺蜜 示意跟她一起回 但闺蜜的 大脑像卡拉巴比亚 道 我下午有约 沈南亭抓住我的手 当即说 我送你回去 站在一旁的 落衣咬了 咬下唇 忍不住道 南亭 如果我没记错 你们的别墅 离这里很远吧 一来一回会 耽误下午的会议 这次的融资会 已经准备了很久 沈南亭不等她 说完就打断了她的话 一个融资会而已 推迟一个小时 可 洛依还要再说什么 只见沈南亭的 脸上已经出现冷意 她目光 凌厉 语气深沉 洛秘书 你是我的职员 我是老板 点到为止 洛依的脸白了又红 红了又白 是 沈总说的是 我的手 还挂在沈南亭的 壁弯处 不是我不愿抽出来 是她死死地夹着我 正要抬不离开 身后传来 一道熟悉的声音 姐姐好巧啊 眼前的大男孩穿着白色卫衣和运动短裤 青春的荷尔蒙扑面而来 她笑盈盈地走到我面前 目光在沈南亭身上打了个转又回到我身上 姐姐这是你的心宠 沈南亭身子明显一致 脸也黑了 我想起来了 上个月 我在她那买了几瓶皇家礼炮 这小奶狗 自此对我格外殷勤 当然 是服务员对顾客的那种热情 但眼下这种情况 很难不让人多想 大男孩摇着我另一只手臂 撒娇道 姐姐有了新人 就不想再找我玩了吗 迎着沈南亭想要杀人的眼神 我决定当直死鸭子 死不承认 不好意思 你认错人了 我不认识你 闺蜜也反应过来 一把将大男孩扯到自己身边 这位弟弟 你认错人了 我才是你姐姐呀 说来咱们也有缘 刚才还想找你玩来着 正好碰上了 走 裴姐姐完 说完 她对我和沈南亭挥挥手 我走了哈 她把小奶狗带走了 但沈南亭的脸不仅没变 反而更黑了呢 跟我回公司 不是说好了 要送我回家吗 沈南亭把我塞进她的副驾驶上 又为我系上安全带 这才输了口气 道 送你回家我不放心 省得你又跑去不该去的地方 跟些不三不四的人疯完 什么叫不该去的地方 什么叫不三不四 你内涵谁呢 原本洛伊是跟沈南亭同乘一辆车来的 现在我坐在副驾驶上 她打开后车门也要上来 却突然被沈南亭叫住 洛秘书 我带乔莫先回公司 你稍后 婉拒得不要太明显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 洛伊的脸红的滴血 哦不对 眼中还带着万般 委屈和愤怒 当车门关闭 我再也忍不住道 沈南亭 你真有意思 你和你白月光你俩闹矛盾 拉上我干嘛 沈南亭皱着眉 语气十分严肃 这是我认识她以来 第一次看她这么郑重其事 乔莫 我再跟你说一次 洛伊不是我的白月光 而且她也不是我初恋 啊 那你的初恋是谁 白月光又是谁 沈南亭咬咬牙 转头继续开车 没再理我 来到沈氏集团 沈南亭牵着我走进大厅 我明显感觉到 四面八方的眼睛都盯在我身上 一路走来 不断有人跟沈南亭打招呼 沈总好 沈南亭点点头 微笑着介绍我道 这是我的妻子 乔莫 对方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也忙欠身对着我礼貌又恭敬地说 乔总好 饶是脸皮够厚的 我 也架不住这么多人 喊我乔总 老板娘 沈夫人 都把我整涉恐了 来到她的办公室 我凉凉地问她 不去接你的洛秘书 沈南亭文言 转身把我压在门口 你吃醋了 切 乔把她给自恋的 我又不喜欢你 吃哪门子醋 沈南亭并不信 反问 那你今天中午 跟她叫什么劲 原来她不瞎 还能看出来啊 她要是不挑衅我 我也犯不着跟她较劲 我乔莫从小最不爱吃的 就是吃亏 沈南亭低头亲吻 我的额头 现在公司上下 都知道我是你的人了 所以你以后出去 不能再跟 那些不三不四的人 混在一起 她把我的那些小奶狗 和小男模 称为不三不四的人 那你的白月光落秘书 不伤心 沈南亭皱眉无奈道 又来 要我解释多少次 我和洛依 的确是从小认识 家里是世交也不假 但要说青梅竹马 我不承认 嗯 沈南亭见我来了兴致厅 故意卖起关子来 还趁机刮了刮我的鼻尖 乔默 以后不要从别人口中听说我 你想知道有关我的事情 直接问我 我向你保证知无不言 绝无半句假话 不知为何 我相信他对我说的这两句话是真的 我善善地别开脸 切 谁乐意听你的故事 沈南亭捏着我的下巴 笑问 真不想听有关我白月光的事了吗 八卦是女人的天性 更何况还是他沈南亭白月光 这类私密的八卦 很难不吸引人 面上 我装作很勉强的样子 如果你想说 就说吧 我怕你憋死 沈南亭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洗耳恭听 偌大的办公室里 沈南亭一手搂着我的腰 一手把玩着我的手指 他声音清冷 雨调低沉 我小时候性格倔 十岁那年 被大院里的孩子嘲笑不会游泳 我不服气 趁着中午大人们都在睡觉时 便跑到附近公园的莲花池学游泳 从他口中 我得知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那年我七岁 天不怕地不怕 在家或害的父母 头痛不已 所以他们把我送到外婆家 说是让我换个环境 好好玩耍 实际上爸妈是想趁机休息休息 毕竟被我气得不轻 外婆家住在大院里 里面有很多孩子 我来的第二天就融入了他们那个圈子里 由于刚来 对哪儿都是好奇的 隔壁的邻居小胖 早上拿来一朵莲棚送给我 上面的莲子香甜无比 我吃着好吃 还想再吃 可惜小胖说他没有了 要想吃就要去不远处的莲花池里斋 但需要大人帮忙 舅舅不在家 外婆外公年纪大 所以想吃莲棚就只能靠自己 所以 趁着中午外婆外公午休时 我悄悄溜出门 来到莲花池旁 我正猫着腰找莲棚时 突然听到附近扑通一声 紧接着是有人在喊 救命 救命啊 我虽然年纪小 但胆子却很大 当即冲着落水触道 坚持一下 我去叫大人 我飞快地跑到大院里 拉住保安叔叔的手慌忙求助 叔叔 那边有人落水了 保安顺着我手指的方向 知道那里是莲花池 也不敢含糊 立即叫上自己的同事快速来到水池旁 跳入水中 把人救了上来 救上来的是个小男孩 脸色苍白 一脸惊恐 因为这个事情 外婆和外公连夜把我送回了家 生怕我在效仿那名小男孩跌入莲花池 后果不堪设想 原来 我当年救下的那个小男孩 竟然是沈南亭 他深情款款地注视着我说 乔默 我的白月光 就是当年救我的那名小女孩 我内心大受震撼 且不说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 当时大家都那么小 根本不懂什么是情爱 后来 我和他交集也不多 只不过会在一些酒会上碰面 甚至连话都没说上两句 你怎么就喜欢我了呢 沈南亭拥着我 轻声道 默默 不瞒你说 这些年我到处打听 才打听到你的消息 只可惜 没有机会能认识你 幸好 你现在嫁给我了 灼热的气息扑洒在我脸上 令我心动不已 沈南亭 你说这么多 但我对你 还并不了解呀 虚 没关系 我们慢慢来 我会让你爱上我的 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 说吧 他低头吻在了我的唇上 一股电流从心头划过 我身子僵硬 声色地回应着他 感受到我的回应 沈南亭激动不已 当他的手触摸到我的裙子时 我立即拦住了他 嘿嘿 我 沈南亭微微汗手 我不急 我也尊重你 他抱着我 再没有别的动作 我还没忘记他身边 有一位虎视眈眈的秘书 洛依 第二天 我就听说洛依被解雇了 沈南亭告诉我 看在洛伯父的面上 他才勉强 刘洛依在他身边当秘书 但洛依越来越过分 所以就解雇了他 他说 之前洛依不是这样的 很有分寸 但自从结婚后 就突然出现了 他是我白月光的这种谣言 我去调查过 是从他这边散播出去的 所以不仅是为了我们 也是为了公司 我不会再用他 沈南亭说他不喜欢这些手段 说不感动是假的 但我不免有些担心 洛家那边你怎么办 沈南亭看着我笑了 你在担心我 我脸有些热 心跳也有点快 轻轻嗡了一声 我只要你高兴 别的都不在乎 更何况 我有证据 有理有据的 他们也找不到我的麻烦 我搂着他的脖梗 靠在他胸膛上 听着强劲 有力的心跳 忍不住想 结婚其实还蛮不错的 跟沈南亭公开后 我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尤其是沈南亭 对我可谓是真的贴心啊 我走到哪里 沈南亭就跟到哪里 美其名曰 我怕你出门又去找那些人 我扑哧笑出声 沈南亭 没看出来 你是这么没有安全感的人啊 他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就是这么没有安全感的人 然后我会伸手抱抱他 告诉他 我对他们没兴趣 对你倒是逐渐 开始有兴趣了 一个长得帅 又会各种各样 体贴人的霸总 实在是让人拒绝不了 沈南亭还会经常 带着我出席各种宴会 但只要我觉得无聊 他就会直接带我回家 他还带我去见了他父母 沈南亭的妈妈和矮可亲 他原来就很满意我 看我过去也特别开心 我现在看你跟南亭在一起 把误会解释清楚了 我就放心了 他有没有告诉过你 他从小就喜欢你 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哎呀 不仅如此 后来到处打听你也就算了 还默默关注你呢 沈南亭的妈妈笑得合不拢嘴 一棵铁树总算是开花了 亲自说要跟你们家结亲 站在一旁的沈南亭红了脸 他轻咳了声 妈 别说了 我得带着他去娘家了 后来 我抱着沈南亭问过他 你对我的感情会一直在吗 他说 当然了 跟你相处以后 更爱你了 他对我的喜欢 好像从来都不躲藏 恨不得告诉所有人 谢谢他 一直守护着我 以后 我们会一路同行 我跟陆家上结婚第五年 他爱上一个夜来相隔舞厅的舞女 他带她出入各种权贵名流的社交场合 为她一掷千金拍下一颗心形粉钻 有小报记者 记者不闲事 大帝问 丽曼小姐会成为陆沈联姻的第三人吗 方丽曼一手 婉拙陆家上 笑容明艳又风情 抱歉 不被爱的那个 才是第三人 我笑笑 小情儿吗 我也有 巧了 陆家上还得叫她一声小叔 财政总长辰哲氏的夫人 每年都会在新世界设慈善拍卖会 三路洋行的拍卖经理人 把那颗伍克拉的粉钻推出来的时候 在场的名流都发出了声声赞叹 那颗粉钻在灯光下散发着淡淡的紫 通透无杂质 更奇的是 它是颗心形的钻石 方丽曼眼睛都亮了 靠在陆家上肩膀上撒娇 加上 我想要这个 陆家上就为她举了三次牌 豪至千金拍下了这颗粉钻 她毫不避讳对方立曼的宠爱 即便我 名义上的陆太太 就在一排之隔 所有人都偷偷去着我 想看看我这位正牌太太是什么表情 方立曼回头 越过人群看向我 含着一缕 质得意满的笑意 我笑笑 起身离席 端着托盘的 适应声与我擦身而过 一不小心把一杯香槟扣在了我身上 这里的宾客飞富极贵 年轻的适应生下白了脸 我穿了件月白脸珠纹旗袍 底色很浅 泼到了酒便十分打眼 适应声连连道歉 说楼上安排了给宾客暂些的客房 可以带我过去先行处理一下 我在里间擦拭的时候 外间传来开门的动静 然后是一些暧昧的声响 加上 你的太太也像我这样会伺候你吗 方立曼的声音带着喘 拉着丝 尾音翘翘地勾人魂 陆家上似乎笑了下 木头似的一个人 自然不如你 方立曼就娇笑起来 也是 陆太太看着就是就派作风 想来床上也保守得很 她的语气滴下去 说了句什么 又哥哥笑了两声 陆家上骂了句 可真是个小妖精 我跟陆家上是联姻 我家有钱 沈家一开始是杀船商 到我爹手上 沈家的生意已经做到了地产 银行 纺织 日化等行业 我爹这个人 一有钱就犯魂 到了我该一亲的年纪 他把全上海滩的青年 才俊都看了个遍 挑中了陆家上 陆家祖上是当大官的 据说一门出过双进市 我爹没什么文化 生平最敬重文化人 一听这 也不管陆家当时几乎就是个空壳子 一没钱二没钱 直接就让人上门说金去了 拖的是交通银行的经理钱 拖的是荣 前经理网陆家客厅一座 也不说别的 就说沈家有位小姐 方林二十 与贵府三公子十二万分颁配 那沈家别的没有 就有钱 上海滩掉下个银元 十有八九的姓沈 前经理这话说得有些夸张 但他袖子下的首朝陆家老爷比了个数 说这是沈小姐的陪价 沈家老爷单独在他们银行 开了个户头存的 陆老爷原本还端着书香门地的架子 一看那个数 眼睛都直了 两家的联姻就定下了 我偷偷去陆家上上班的地方看过 见他斯文儒雅 跟我平日里接触到的那些 有钱人家的公子哥不一样 我爹乐呵呵的 怎么样 南南 你爹眼光 不错吧 我爹死都没想到 他千挑万选给我找的丈夫 才结婚没几年就在外面找小情儿 花的还是我们沈家的钱 我极有耐心地 等到外面的动静都消停了 才出去 方力慢翘着腿 坐在床边的沙发上 眼波盈盈地看着我 涂着艳红扣单的手指尖 夹着一根细长的女士烟 光这一个姿势 就极尽美艳 陆太太好性子 居然真的在里面等了这么久 我亚然 很久吗 方力慢手上的动作一顿 被噎了下 我在她对面坐下 力慢小姐特地找人泼了我一身酒 应该不只是让我看我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偷情 方力慢笑起来 眼角微挑 加上还说你木头 是的 我瞧着倒真是个有趣的妙人 她指尖轻点 灭了烟 又款款 起身走到我面前 她穿着高跟皮鞋 身上一条飞红色的丝绒西式裙子 领子开得很低 一圈蕾丝花边 眼映着雪白的胸脯 也没什么事 加上说要那我做一太太 我想着要提前见一见主母 看看是不是好相处一个人 我问 力慢小姐见过了 如何 方力慢眼嘴轻笑 我觉得我能和太太处得很好 我点头 我也觉得 力慢小姐漂亮又天真 是个好骗的 我很喜欢 你方力慢有些气恼 加上不会骗我的 我觉得有些好笑 你真以为 她有这个胆子那一太太吗 我爹死了之后 陆家上接手沈家的生意 随我一同搬回了 扶絮路上的沈宅居住 上海滩的名利场 最是败高踩低不过 生意上的伙伴面上称 一句 陆老板 被地理谁不是笑他 陆家上是我沈家的坠绪 别做梦了 我站起身 丽曼小姐与其想着做陆家上的一太太 还不如实际点 趁她还一心挂在你身上 多捞点钱 你说呢 哦对了 我好意提醒她 陆家上给你买钻花的 是沈室公账上的钱 那天我心情不好了 可是会追回来的哟 这么说的话 我笑了笑 丽曼小姐与其费尽心思哄陆家上 不如把我哄高兴了 对吧 陆家上回到家已经是半夜 带着一身洋酒味和香水味 半年前 她为方丽曼在霞飞路买了套公寓 那之后 她便不大回家来住了 管家掺着醉醺醺的陆家上 问我 大小姐 先生今晚睡哪里 我转身上楼 扔一楼客房吧 不必管她 刚进房间就被人从背后拉住 压到了床上 带着淡淡雪茄烟草味的 稳滚烫地落下来 从嘴唇一路流连到脖肩 我的丝质睡裙滑落 露出大片肩膀 身上的男人目光一暗 戴着薄茄的手 已经从裙下一路摸上去 我摁住她的手 这么着急 陆绍军似乎哼了一声 怎么 她回来了就不管我了 刚才撩拨我那劲呢 我忍不住笑起来 手指轻轻拨开她的衬衫 看你表现了 小叔 陆绍军是陆家上的小叔 不是亲的那种 陆家上的爷爷年轻时 有位红颜知己 两人分分合合几十年 后来红颜知己死了丈夫 肚子里有个姨父子 陆家上的爷爷知道后 便把人接了过来 等孩子生下来之后 任了当干儿子 这位小少爷就是陆少君 三个月前 陆少君需要一笔钱 数目不小 而陆家上在接管生意后的几年里 逐渐膨胀 自以为已经能摆脱沈家 但其实沈家真正的掌权人 从来都是我 这个事情 陆家上身居高位 被人吹捧得多了 看不明白 但陆家难得出了 陆少君这么个聪明人 所以他找到了我 那时候 陆家上和方立曼的甜蜜恋情 三天两头上小抱的头版 我看见姓陆的就烦 即便他只是陆家一个养子 陆少君跑了三次 连沈宅的门房都没进得来 第四次 那天我从先施百货买东西回来 汽车缓缓驶进沈宅的铁门 横里冲出来一个人 正是陆少君 他浑身湿透 白衬衫紧紧贴在身上 看着我的目光沉沉 大小街 我需要一笔钱 书房内陆少君开门见山 我坐在沙发上 而陆少君站着 他脚下是俄国进口的长矛地毯 陆少君整个人都在滴水 脚边很快就湿了一圈 我有些兴慰地看着他 他开口叫我大小姐 而不是陆太太或者潘亲 叫我一生直席 倒让我有些出乎意料 我似乎只在跟陆家上结婚的时候 遥遥见过他一面 那时候他引在宾客之后 沉默又不起眼 我没开口 只翘起一条腿 陆少君有些着急 我知道规矩 该给的利息 我不会少 我摇头 你觉得我缺钱吗 陆少君的面色有些发白 衬衫裹在身上 隐约可见精瘦的腰身 其实陆家上跟陆少君某些角度有些像 陆少君比他年长几岁 面部轮廓更冷硬 我想起我第一次见到陆家上 他正在服岸工作 他坐着的身姿挺拔又端正 衬衫的袖子挽了两圈 有同事跟他说了句什么 他抬头 窗外 法国梦桐树影间的光影就落在他的脸上 那样的陆家上 跟此时面前的陆少君 奇异地重叠在一起 我心里涌起一个恶劣的念头 于是我站起身 走到陆少君的面前 你应当知道 如果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你应该承诺回报一些我没有的东西 我靠近他 声音既轻又柔宛如情人耳语 小叔 陆少君的身体有一瞬间的紧绷 然后他搂住了我的腰 你在戏弄我吗 大小姐 他的声音干涩又带着几分危险的意味 我手指轻点他胸口 小叔 看你能不能让我满意了 我醒来时 陆少君已经走了 房间里的窗子开了小半山 微凉的风送来 花园里的枝子清香 大小姐起来了 福子见我下楼 忙把早饭摆到桌上 我看了眼餐桌上的水波蛋和白拖面包 没什么胃口 让他换了杯热牛乳来 牛乳喝到一半 陆家上起来了 他的衬衫皱皱巴巴地挂在身上 一张宿醉后的隔夜脸 给我弄完小馄饨 陆家上一边打哈欠 一边拿过桌上的申报 头也不抬地吩咐到 福子去一眼我的神色 应了一声下去了 他自今出身轻贵 跟我结婚后又不愁钱财 吃的用的都极为讲究 光那一碗小馄饨 就要用新鲜出水的瓷刀鱼去挤鼓剁成泥 和上野生祭菜 汤头是炖的老母鸡汤 碗里放切的细细的蛋皮 紫菜和开阳 他抖了抖报纸 开口 下礼拜 我准备在家里给你办个生日宴 我笑了 我的生日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陆家上说 不重要 法国那边有位投资商要来上海开司厂 我想跟他合作 我道 你想找个由头请人吃饭 为何不给你的小女朋友办生日 沈淑仪 你是吃醋了吗 陆家上皱眉 我答应过爸爸 陆太太只会是你 听听好像这陆太太的名头是我多求之不得的荣誉一样 他缓和了下语气 补充道 总要把人请到家里才算比较正式 另外 家庭和睦也会让外国佬觉得我们做生意比较可靠 我突然很想问他一句话 陆家上 你记得我的生日是几号吗 陆家上有些不悦地看着我 我不是让刘秘书给你送礼物了 没收到吗 如果你是说那条跟去年一模一样的红宝石项链 那我收到了 陆家上愣了下 然后握住我的手 书仪 这阵子使我冷落你了 等司场的试定下来 我一定好好陪陪你 他演的情真 我便也配合 好 商人路易斯背后是法国有钱有势的大家族 陆家上想要搭上他 是以我这位陆太太的生日宴就办得极为奢华热闹 几乎把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请来了 生日宴当日 陆家上与我并肩而立 站在主宅门口等候 看着倒有几分情深甚堵的模样 路易斯的车架缓缓停下 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西服的三十岁上下的英俊法国男人 而从另一边车门 款款走下一位妙龄东方美人 陆家上的笑容凝固在脸上 嗨 加上美人笑着打招呼 别来无恙 陆家上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 几乎是咬着后槽牙叫出他的名字 谢佩如 整个生日宴 因为谢佩如的出现而使得陆家上魂不守舍 甚至只到了中场 陆家上就借故离场追着谢佩如刚消失在二楼楼梯口的裙脚而去 我收回目光 只与面前的路易斯轻声交谈几句 陆家上和谢佩如再次出现的时候 两人面色如常 谢佩如一身绿色 稀释长裙 露出恰到好处的雪夫 身姿窈窍 他走到我面前 伸出手 早就想见一见你了 沈大小姐 他笑意盈盈 带着些 巨傲 我是家上的老朋友 沈大小姐应该听说过我 我笑笑 谢小姐 谢佩如递给我一个盒子 我刚回来没准备什么东西 这就当我不及你们的新婚礼物 希望不要嫌弃 我接过盒子打开一看 是一只翡翠 贵妃灼 水头不算顶顶好 但也应该是老物件 这是我出国前 加上从他母亲传下来的首饰盒里偷偷拿来送我的 他像是想起什么趣事 是的 抿嘴一笑 那时候我们年纪小 不懂事 加上还说收了这镯子就要当他妻子 瞧瞧这下我可把东西给你正经妻子了 陆家上一把拿过我手里的盒子 眼里几乎要喷火 咬牙切齿道 我太太什么身份 哪里看得上这种赚了几手的旧物 你不要 又何必还回来 谢佩如并不看他 只笑着对我说 以前在国内 在学校里受新式教育 总觉得救的都是被抛弃的 是糟粕 现在出去了五年回来 倒真觉得还是救的好 东西也是 人也是 沈大小姐觉得呢 陆家上就像被顺了毛的狗 只愣正地看着谢佩如 我笑了笑 说 我素来不爱翡翠 老的也好 新的也罢 谢佩如回来后 陆家上就更忙了 又要去华茂公寓 看白月光 又要顾着 霞飞路的朱砂志 没几日 就有小报记者 拍到方立曼 从锦江饭店出来 照片上 陆家上一手 拉着方立曼 往门口走 那姿势 倒像是她 强行拉着人 从里头出来 这日 齐家小姐 约我去聚保楼看戏 荣春社 最近排了个新戏幕 讲的是 痴男怨女 情情爱爱的事 聚保楼的戏台 搭在一楼大厅正中央 一楼是普通席 二至四楼 设了一圈包厢 齐家在聚保楼 有固定的包厢 齐瑶刚坐下 就拉住我 抬了抬下巴 我往右下方 那包厢一看 正是陆家上和谢佩如 你家这位先生 最近红鸾星动啊 忙得很 齐瑶痴笑一声 我听我哥哥说 前几日那魏丽曼小姐 还去华茂公寓 闹着去捉奸 真是笑煞人了 怎么比你 这正牌太太还入戏 下边包厢里 陆家上给谢佩如 拉开椅子 又让人送了蛋糕 和水果上来 就在两人眼神 兜拉丝时 方立曼闯进了包厢 陆家上不悦地 看着她 你来干什么 方立曼高声道 哟 瑶瑶看见 家上旁边 跟了位珠光宝气的家人 我还以为 是陆太太呢 方立曼 乒乒乒乒乒地 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 不对啊 我怎么听闻 谢小姐 父母双亡家境贫寒 前些日子回国的时候 也是单拎了一个小皮箱 瞧瞧这一身的珠宝 是加上给你买的吗 谢佩如身姿如竹 巨傲地瞥了一眼方立曼 我与方小姐不同 我有正经的翻译工作 能自己赚钱 哟 这说谁不正经呢 方立曼气笑了 想来那天在华帽公寓 谢小姐半夜三更穿着睡裙 跟加上在一起 是研究夜光 一本呢 楼上楼下的包厢听到动静 纷纷站起身往这边张望 够了 陆家上一把抓住方立曼的手腕 低声喝道 别闹了 慢慢方立曼历时红了眼 委屈地看着她 你之前答应过我 带我来听的 谢佩如站起身 加上 看样子你挺忙的 那我就失陪了 这戏 你陪着方小姐慢慢听吧 她拿起放在边上的胯包 一伸手就露出手上戴着的戒指 这不是我的戒指吗 方立曼扯过谢佩如的手 加上 你不是说把粉钻拿去镶嵌还没做好 怎么戴在她手上 谢佩如猛地收回自己的手 迟笑道 这戒指写你的名字了吗 你说我家境贫寒买不起珠宝 你一个舞女就能买得起 方立曼笑了 我是买不起 那是加上给我买的 我不像有的人又当仓妇又要立牌方 她伸手去抢那戒指 两人推丧起来 谢佩如自今身份人又比方立曼瘦弱 很快就被方立曼扯住了头发 手臂上也被抓了几条印子 眼看着谢佩如眼里都痛出了眼泪 陆加上忙去拉人 乱哄哄肩 也不知道谁啪的一声打了陆加上一个巴掌 陆加上被推得后退几步 撞翻了身后的小茶几 巨大的声响中收到消息而来的小报记者们蜂拥而入 我心满意足地收回目光 今天这戏真是不错 散场后 我跟齐瑶在聚宝楼门口分开 到凯司令时 方立曼已经到了 她手上拿着一支小巧精致的粉盒 正在小心翼翼地补装 我在她对面坐下 方立慢头也没抬 那见人下手真黑 专挑看不到的地方恰 我现在全身都痛 我将刚才聚宝楼经理送来的手帕推到她面前 上面用口红写着 凯司令 三个字 丽曼小姐找我什么事 方立慢盖上粉盒 将一缕散落地卷发波道 而后 真是想不到啊 上次来见沈大小姐 我还满心得意 觉得马上要成为陆家上的姨太太了 这才几日 全上海滩现在 谁不知道我已经是个被陆家上玩腻了的女人 方立慢苦笑了一声 从手上摘下那只粉钻戒指 诺 小贱人戴都戴不住 还在那里跟我装 被我一撸就撸下来了 她把戒指放到我面前 不属于我的东西 真的留不住 上次沈大小姐对我说 与其哄陆加上高兴 还不如哄您高兴 我就想问一句 大小姐今日看得高兴吗 我把戒指推回给她 今天我看高兴了 这戒指你留着玩吧 上次你说觉得能和我处得很好 立慢小姐得空可以来审宅做作 陆家上的新欢就爱大闹去保楼的新闻 第二天就铺天盖地上了个小报的头条 在上海滩的名利场 家里红旗不到外面采旗飘飘那叫风流运势 但如果既要偷吃又摆不平 那就叫没本事 沈家做生意的信誉一向良好 而信誉从来都是建立在人品上 陆家上作为沈氏明面上的决策人 为了一点子上不了台面的男欢女爱的事 在大庭广众之下闹成这样 实在是有失体面 很快就有合作伙伴名理按理来打探 凡是上门拜访或致电审宅的 我只让管家出面礼貌周旋 车子停在亨利路82号的三层小洋楼 陆家上的办公处 门房看到我的车子靠近 忙小跑着出来打开铁门 陆家上的办公室在三楼 办公楼里的工作人员看到我 纷纷起身 大小姐 我点点头 你们忙 不用管我 走到二楼 冲出来一个人拦在楼梯口 太太老板现在在和人聊正事 您看是不是先坐一会儿 我抬眼看了他一会儿 隐约想起这人似乎是陆家上读书时的至交好友 叫刘平川 他叫陆家上老板 又称呼我太太 真是有点一丝 我笑了笑 怎么 现在还要我等他 刘平川有些惶恐 我不是这个意思 太太身后跟着的两个保镖上前 将他架开 我踩上两极楼梯 又转身看他 你认识谢佩如 刘平川沉默半赏 低下头 我们是老同学 陆家上的办公室门虚掩着 我推门而入 不是说了谁都不许进吗 陆家上不耐烦地抬头 见到我 愣了下 你怎么来了 又看了眼坐在对面的谢佩如 解释道 我正在和佩如商量一些工作上的事 我杨梅 谢小姐入职我沈氏了吗 陆家上这几年最恨别人提 沈氏 这两个字 我又当着他白月光的面这么说 他历时面色就一沉 压抑着火气说 佩如是留法 归来的人才 又与路易斯先生是好朋友 我自然有需要请教的地方 你以为 人人都像你一样 每天逛逛街买买衣服买买首饰 不用工作 哦 我点点头 那么现在起 你不用上班了 沈氏 名下 所有公司 有我接管 陆家上愣住了 随即从椅子上 跳起来 沈淑仪 你疯了吗 你结婚前 靠你爹 结婚后 靠我 你会管公司吗 你懂经营吗 后在门外的保镖 听到动静冲进来 在我身后 站成一排 陆家上怒气冲冲 沈淑仪 你在干嘛 你是要夺权吗 我把一只大信封 扔到他面前的办公桌上 这是你闹出花边新闻后 沈氏损失的一些合作商 西郊那快的 原本就差 交歌了 你倒好 敢在聚保楼闹事 聚保楼后面坐着的是 哪家你心里没数吗 我今天放任你 继续掌管沈氏 难道还想整个沈氏给你陪葬 陆家上的脸色 一寸寸白下去 门口响起敲门声 我转过身 沈氏总公司的杨经理走进来 大小姐 商号印章 财务图章和财务报表 都在这里了 嗯 我点点头 对了 楼下那个刘平川 让他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临出门前 我转身看向被保镖 按在椅子里的陆家上 夺权 你一个吃我沈家 用我沈家的坠叙 有什么权 站住 谢佩如追出来 被保镖拦在几步开外 你凭什么 你们沈家这几年 都是家上撑起来的 没有家上哪有你们沈家 如今的风光 你凭什么这么对她 沈淑仪 你这个没良心的女人 她在走道里喊得大声 一二层的员工都偷偷挤在楼梯口网上 张望 谢小姐 我知道你读书时成绩平平 留学五年也一事无成 但也希望你还是有点脑子 我们沈家 自我增足起 每一代都有钱 她陆家尚能在上海贪赚多少钱 坐现在这个位子 不是因为她会赚钱 而是因为她是我沈家的女婿 我笑得云淡风轻 你问我凭什么 就凭我姓沈 下午 我通知各公司的高层到沈宅开会 次日 我正式登报宣布 陆家上不再是沈氏的决策人 其本人做出的任何商业决策 不再代表沈氏立场 而在我雷厉风行清理陆家上这几年在沈氏 安插的亲信时 陆家上还只以为我是因为谢佩如和方立曼而吃醋闹别扭 等着我去求她回家 累了吗 身后 带着淡淡烟草味的怀抱拥来 我轻轻靠在陆少君怀里 视线落在窗外的梧桐树影 我突然想起 几年前 我与陆家上刚结婚 那会儿 的确是有过一段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甜蜜的新婚时光 可能是因为刚结婚那个冬天 晚归的陆家上裹着一身寒意 跑到房间 用冰冷的手轻轻碰了下我的脸 又在我被吵醒发脾气前 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包还热乎的糖炒栗子 也可能是因为那个春天 刚起床的我听到楼下花园里的说话声 我靠在窗边一看 正在和园丁聊天的陆家上抬起头与我四目相对 露出一个有些傻气的笑 我下楼吃早饭时 陆家上已经跟着爸爸出去上班 管家笑嘻嘻地送来一只油带露水的玫瑰 信纸上是陆家上俊逸的字迹 玫瑰赠无期 所以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 也会为了外出应酬的新婚丈夫 生疏又满怀爱意的煮一碗 醒酒汤 齐瑶曾经笑着打趣 说沈淑仪就是从小不缺钱被养的脑子坏了 碰到个男人拿些不值钱的例子啊 玫瑰啊来哄 就觉得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真爱了 其实男人啊 最精明了 齐瑶年纪不大说话 却一股子老成 你没钱 他就砸钱骗你 你不缺钱 他就费心思来哄你 要我说 你别管我有钱没钱 你不在我身上花钱 那就是不爱我 如今想想 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转身看着陆少君 他微微弯腰 跟我交换了一个绵长的吻 片刻 我靠在他的颈边平复了下自己的呼吸 之前你问我借的那笔钱 我开口 嗯 他淡淡地应了声 你之前说会还我利息 陆少君站直了身体 看着我 我突然有些不自在 逼头把玩着袖口小指粗的珍珠扭子 我知道这几年 你一直在背着陆家做一些生意 你来问我要的那笔钱 是填一笔被海上风暴泡了的货款 我抬起头 陆少君依然看着我 我硬着头皮说 你能不能把那笔钱天上 利息一起还给我 帮我做件事 你要多少 陆少君问 我的手指停在他的胸口 你的全部身家 半个多月后 陆家上高调地在理查饭店 大宴宾客 宣布独立门户 同时宣布即将和合作伙伴陆一丝 先生合办司场 谢佩如一席大红挑心旗袍 一态万千地站在陆家上身边 和他一起剪彩 俨然一副女主人姿态 两个多月后的私行协会年会上 我与陆家上再次相遇 他含着春风得意的笑 举着香槟走到我面前 书姨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你爹也看不起我 但是你看 我与陆一丝的私厂开工在即 马上上海摊个大百货公司 全国乃至海外 都将会由我们私厂产出来的丝 我不慎在意地笑笑 那就助陆老板生意兴隆 陆家上对我的反应不太满意 上前一步拉住我的手腕 书姨 你才是我陆家上明媒正娶的妻子 这一点不会变 佩如与我是老同学情义 现在又是我的合伙人 我希望你不要再闹了 我侧身让开她的手 痴笑道 陆家上 你这话骗得了谁 全上海滩现在谁不知道 你夜夜宿在华茂公寓十一层 与谢小姐同进同出 还是说 你陆家上现在不在执掌 沈氏 手里 拮据 只能和谢小姐合租一室 陆家上被说得哑口无言 脸红脖子粗地瞪着我 我转身要走 就见谢佩如快步走过来 她一把挽住陆家上的胳膊 语气 轻逆 加上 刚才副会长一直在找你 说他很看好我们的私厂 要与你详细聊聊呢 又偏过头看我 笑得娇俏 沈大小姐多日不见 还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可惜啊 有的人就因为出身好了些 一辈子就靠着一个姓氏过活 自以为有多大的本事 我点点头表示认同 的确 我这人从小赢在起跑线 其他本事没有 投胎本事一流 谢小姐下辈子赶早 可别像这辈子一样 这么辛苦了 你 谢佩如气急 看了眼 陆家上又缓缓勾出 一个笑来 是啊 我投胎本事 没你好 可我看男人的眼光好啊 她说 加上为你 沈家忙了五年 你觉得他是靠你们沈家 才有出息 可我不一样 加上就是加上 哪怕没有你沈家 她也会干出一份大事业 我相信她 我也愿意陪她一起 佩如 陆家上感动地握住她的手 我转身离开 谢佩如得意洋洋的声音 在背后响起 你等着吧 沈淑仪 等着看我陪家上 走到那最高处 一个多月后 陆家上的尚如私厂 正式开工 没错 她的私厂叫尚如 各取了她和谢佩 如名字中的一个字 听到这个消息的方立曼 正在沈宅客厅坐着吃茶 立马就气得捶了下 沙发上的软垫 陆家上这渣男 脑子里都是烟赌仙吗 仙格格成这样 连半个场都要秀 我忍不住笑起来 你这都什么说法 烟赌仙 我还邮报瞎了 方立曼撇了下嘴 又作证了看我 大小姐 我可让我家那个叫上 家里所有人了 万一出了什么纰漏 我这下半辈子就没依靠了 放心 我搁下茶杯 都安排好了 保证 你家那位全虚全已的 出不了事 方立曼前阵子 谈了位新对象 对方之前 干的是刀尖填血 帮人催债的活 方立曼想让她金盆洗手 求到了我这里 几天后 尚如司厂的第一笔 货单完成 邻交货前合伙人路易斯 却不知所踪 连同白纸黑字的订单一起 都不见了 路加上几乎 把上海滩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找到人 产好的卷丝 高高地堆在产房 卖不出去 谢佩如求到副会长家里的时候 副会长本人正坐在沈宅里 与我商谈四年生思出口的事 当天晚上 尚如司厂失火 漫天火光里 无人在意偷偷溜进厂房纵火的那几个人 开工才短短几十日的尚如司厂 在这场大火中复之一句 所幸的是 无人伤亡 而我坐在车里 看着不远处冲天的火光 心疼吗 你的钱可全烧完咯 陆绍军轻声过来 在我的唇上辗转亲吻 你高兴就好 我的律师动作很快 上河四场失火的第三天 我的离婚协议书就送到了陆家上手上 被他一把撕了 此后几天 一穷二白的陆家上仕途见我 但根本闯不进沈宅 催债的人天天堵着他 此时的陆家尚在不复往日的潇洒替躺 宛如丧家之犬 他咬死了不离婚 但他又找不到我 沈家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让他进门 他根本拿不到钱 他又找上陆绍军 跪着求他 小叔 你再借我点钱 陆绍军穿着一身布衫 摊手道 加上 你也看到了 我之前就是听信了你的话 把之前好不容易赚的钱都投给你了 现在你看 我自己日子也很艰难 陆家尚捂着脸 终于痛哭出声 陆绍军叹口气 开口 沈大小姐 陆家尚乌叶道 他根本不见我 他想跟我离婚 陆绍军又叹口气 加上 我觉得 以沈家的财力势力 你拖着也没用 沈家有的是法子离这婚 你看你现在被催债的逼这么紧 还不如松口签了离婚协议 多要点钱就是了 陆绍军回到后堂时 我正坐在他的书桌前吃石榴 他怎么说 陆绍军大步走过来 一把抱起我 将我抱在书桌上 我一声惊呼 手里的半只石榴滴溜溜滚出去 剩下的声音被他堵住 呼吸可闻的唇齿间 围鱼淡淡的石榴清香 这么关心他 我恨恨地咬了他一下 说正事呢 陆绍军低笑起来 准备好把我扶正了吗 沈大小姐 陆家尚签了字 分到了一笔钱 他要了很多 但沈家请的律师也不是吃素的 更何况他婚内那些花边新闻 洗都没法洗 钱到手还没物热 陆绍伊斯回来了 第一件事就是起诉陆加上管理不善 严重过失导致他的投资血本无归 陆加上百口莫辩 他说陆绍伊斯交货钱跑路 但他毫无证据 官司打了三个月 判决下来他从我这里分到的财产 还不够填路一丝的坑 一个多月后 我的车子从静安四路驶过 远远看见一个人被从门里推出来 司机去了我一眼 小心翼翼地说 听说陆先生现在潦倒得很 上海滩根本没有公司敢聘用他 我笑了笑 没接话 前几日方立曼来沈宅做客 笑着与我说起 那谢佩如受不了跟陆加上 吃糠燕菜的生活 与他分了手 大小姐 你说好不好笑 那时候谢佩如那件人留学归来 多傲啊 说我一个舞女买不起钻 丑丑 他现在为了买颗钻 可爬了不少老男人的床了 听我家那位说 前不久谢佩如陪着老男人 去平安戏院看戏 撞到了在门口蹲着街散活的陆加上 陆加上可打了他一耳光呢 一年后 我与陆绍军在法国成婚 宾客席上 路易斯朝我眨了眨眼 晚上在古堡的宫廷大床上 我被陆绍军折腾得精疲力尽 白天那个路易斯 为什么要给你抛媚眼 他咬牙切齿地问 我疲倦地抬起手 将他一把推开 陆绍军 你够了 我的手指轻轻地点在男人的眉眼间 我问了一句话 你到底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陆绍军用额头抵着我 你猜 大概是几年前你与他的婚礼上 穿过人群望向你的瞬间 有些人 一眼就足够 我和池玉爱情长跑七年 明天就要走进婚礼的殿堂了 我又激动又兴奋 夜深人静 还翻来覆去睡不着 轰隆隆 突然下起了大雨 池玉还没有回来 今晚 她和朋友们在酒吧举行单身派对 庆祝她最后的单身时光 我爬起来 拿了伞给她送去 到了酒吧 我将包厢门推开一个缝 看见了池玉 我正要推门进去 里面的说话声让我停了下来 玉哥 我一直以为你会甩了晨月 我纳闷 这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男人接过来 我也奇怪 玉哥 你真的喜欢她吗 我静静站在门口 想听到池玉坚定地回答 对 我喜欢她 但等了好一会儿 她都没有出声 她的兄弟们七嘴八舌 玉哥不喜欢她 那为什么娶她 是被迫的吗 玉哥是不是有什么把柄 落在晨月手里 池玉终于出声 我能有什么把柄 一群男人不死心 继续追问 那玉哥为什么被晨月拿捏得死死的 以你现在的身份 晨月哪里还配得上你 是啊 玉哥是公司的中层干部了 晨月还是小透明一个 这时突然冒出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兄弟们 我跟你们的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晨月更像是被玉哥拿捏的人 这是池玉的助理方烟 今年才从总公司调过来 我倒没有想到 他们的单身派对 还有女人参加 是了 方烟也是单身 而且她自称是女汉子 天天和一群男人称兄道弟 满嘴粗话 男人们投其所好 叫她方哥 有人问 方哥 这话怎么说 方烟回答 因为晨月在玉哥面前 就是标准的舔狗啊 是不是 玉哥 哈哈哈哈 我的拳头握紧 但很快又放开了 池玉会帮我出头的 以前 她的兄弟们跟我开玩笑 稍微有点过分 她就会发火 历生斥责 闭嘴 瞎说什么 有一次 她一个朋友看着我问 玉哥 你是不是把嫂子喂胖了 她顿时变脸 乱说什么 她朋友莫名其妙 我这话过分吗 很过分 她沉着脸 越越不喜欢听到胖这个字眼 她朋友忙不迭给我道歉 池玉又揽住我安慰 月月别听她胡说八道 她眼睛瞎了 看不出来 我老婆是标准身材 现在方烟骂我是 舔狗 这么过分的话 她能不发火吗 片刻后 池玉果然出声了 来来 喝酒 一阵碰碑声 公愁交错 浓重的失望感席卷而来 我心里五味杂陈 她居然没有一句责备的话 为什么 屋里又开始了 方哥说的没错 陈月对玉哥 完全是跪舔的姿态 这些平时见了我就笑嘻嘻喊 嫂子 那男人 背地里议论我居然这么难听 我对池玉做过什么 让他们有这样的错觉 所以 方烟笑道 玉哥娶个舔狗有什么不好 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 开心了逗弄逗弄 生气了踢一脚 叫她滚边上去 也挺解压的 是不是啊 兄弟们 男人们纷纷附和 肯定啊 晚上还有无限乐趣 方烟又说 你们说 洞房花烛 她是不是也会跪舔 事后玉哥 那还用说 必须的 跪舔的姿势 还必须标准 不然不许她睡觉 折腾她一个通宵 哈哈哈哈 一群人爆发出恶意 又猥琐的大笑 方烟笑得最浪 我的呼吸粗重 手脚冰凉 我很想推开门质问池玉 我在她眼里 真的是舔狗吗 不然 她为什么容忍这些人 如此放肆地羞辱我 但我现在进去 有什么意义 除了自取其辱 还能挽回 我的自尊和颜面吗 我没有听见 池玉的笑声 但她有没有笑 已经不重要了 从她的兄弟们 羞辱我 她却没有制止开始 我和她就晚了 我的心 已经寒凉一片 我不知道怎么离开酒吧的 只知道 我回到家里 浑身都湿透了 这个晚上 我再也不能睡着 我的耳边 一遍又一遍 想着方烟的声音 所以 娶个舔狗 有什么不好 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 也想着持狱的声音 来来 喝酒 她很开心啊 在她的男女兄弟 羞辱她女朋友的时候 她还能淡定地喝酒 说明她和他们 本来就是一路货色 也说明 我在她的心里 压根不重要 这样的男人 不要也罢 我告诉自己 没关系 以后做我自己 再也不要给见人羞辱我的机会 但心到底是痛的 我不是铁石心肠 七年啊 我很认真地投入了这份感情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 我眼前不断闪现着 跟池玉在一起的画面 辗转反侧了一个通宵 电话响了 池玉打的 我盯着手机看了一会儿 接了 她说 老婆 起来化妆了 凌晨五点 是圆记化起来化妆的时间 但我不想嫁了 还化什么妆 见我不出声 她催促 月月 还没有醒吗 早点起来 化妆师马上来了 我嗡了一声 挂断 又躺了几分钟 我眨巴着酸色的眼镜 爬起来 不嫁了 我也不能不明不白地消失 那些骂过我的人 今天都会出席婚礼 我要让大家看看 他们是一副怎样的嘴脸 婚礼开始了 我盛装打扮 和池玉站在台上 她面色如常 看我的眼神温柔似水 寒情漠漠 我瞟了她一眼 将目光扫向台下 看见昨晚跟她喝酒的人坐在一起 他们各自带着女朋友 正在笑闹 方烟也在 她看我的眼神满是鄙视 我撇嘴 翻了她一个白眼 收回目光 池玉宣誓 她会爱我一生一世 该我宣誓了 我看着她开口 我不愿意 宾客一片哗然 池玉脸色大变 震惊地问 怎么了 月月 我一言不发 池玉拉住我的手 发生什么事了 是不是你听见谁说了什么 月月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发誓 她脸上的焦虑不是假的 可昨天晚上 她的兄弟们羞辱我的时候 她的不作为 也不是假的 我好笑地看向那一桌 现在的池玉 是不是就是 他们眼里标准的舔狗模样 有个男人大声说 嫂子 什么时候了 你还做 池玉立马吼她 闭嘴 轮不到你说话 我心里呵呵 她还有两副面孔啊 当着我护我 背着我 却任由他们说我的脏话 我甩开她的手 转身来到电脑前 把手机连上 大屏幕上 我和池玉的婚纱照不见了 出现的是另一段视频 一扇门 门里 隐隐绰绰有不少人 一个声音响起 我也奇怪 玉哥 你真的喜欢她吗 我昨天晚上听到第一个人说 玉哥 我一直以为你会甩了陈月 后就拿出手机拍视频了 如果没有证据 他们一定不会承认 池玉大惊 这是谁给你的视频 她急忙想去关掉 我拉住 你在怕什么 月月 她着急地说 你先关掉 举行完婚礼 我再跟你解释 我好笑 我需要你的解释吗 我已经说了 我不愿意嫁给你了 池玉抬高嗓门 至于吗 我们那是酒喝多了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偷拍的而已 你何必放在心上 还真为几句酒话就不嫁了 我坚定地看着她 对 我不嫁了 我不给谁当舔狗 这视频也不是别人发给我的 是我自己拍的 池玉的眼睛瞪大 你来了酒吧 为什么不叫我 叫了你 我还能看到这出好戏吗 这时 视频放完了 众宾客虚声一片 我的闺蜜也是伴娘团 很愤怒 他们纷纷质问池玉 月月对你好 你却把她当舔狗 你有没有良心 她陪了你七年 陪你从一无所有 做到公司的中层管理 你就是这么报答她的 池玉辩解 我没有把月月当舔狗 说这话的女人是谁 她凭什么说月月是舔狗 那见人说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阻止 不骂她 你为什么不狠狠 删那贱人的巴掌 叫这个贱人滚出来 你不敢删 我来 方燕开始听见 视频里她的声音 还有些惊慌 现在见池玉被围攻 她站起来英雄救美 是本人说的 陈月本来就是 玉哥的舔狗 还怕人说 我几个闺蜜 都是暴脾气 冲过去就要打人 你咋这么不要脸 想抢这个渣男是吧 想要就拿去啊 我们月月不要了 但你辱骂 月月这笔账 我们要跟你好好算算 方燕吓得花容失色 慌忙往男人们背后躲 但这些男人们此刻自顾不暇 因为他们的女朋友正在揪耳朵扇巴掌 这些女孩子跟我关系也不错 听见自个男人跟方燕一起嘲笑我是舔狗 哪里忍得了 池玉跑下去 把方燕护在身后 不许伤害她 我心里冷笑 走过去端起一杯茶 抬手泼在方燕的脸上 啊 她吓得尖叫 池玉也吓了一跳 转身怒吼我 陈月 方燕是我的重要客人 你泼她干什么 给她道歉 我又端起一杯茶 泼在她脸上 池玉抹了一把脸 反而没有发火 她快不过来拉住我 在我耳边低声说 她是我们得罪不起的人 你赶紧给她道歉 得罪不起 我冷笑 她很有钱是吧 难怪你如此贵舔她 我摘下头纱 狠狠砸在她脸上 喊闺蜜们 我们走 月月 池玉拉住我 你不能走 婚礼必须举行 我甩手就是一巴掌 我不嫁了 放开 池玉的脸上出现了指纹印 她的神情有些慌张 紧拉着我不放 语气也有些软 月月 你给方助理道了歉 我们就继续婚礼 我连续删了她五六八掌 她都死死拉着我 方烟跑过来拉拽池玉 玉哥 我不要她的道歉 你让她走吧 池玉不为所动 她走了 我怎么给我爸妈交代 我是孤儿 没有父母 池玉的父母在乡下 我们之前计划举行两场婚礼 在城里举行一场 邀请同事同学 然后回乡下宴请她的父老乡亲 现在我突然不嫁了 她父母在乡下会觉得很丢人 抬不起头 我嫁给你 方烟雨出惊人 池玉却拒绝了 不 我这辈子只会娶陈月 呵呵 一个声音突然音策策响起 是谁欺负我女儿 我看向从门口进来的一群人 却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我的心猛然狂跳起来 进来的人 走在最前面的是我们公司的总裁 他身后是副总裁 我倒没想到 我和池玉两个小人物的婚礼 居然来了这样两尊大神 爸爸 方烟跑过去 抱住总裁的胳膊撒娇 我想到总裁姓方 恍然大悟 原来方烟是方总的女儿 难怪池玉说她是我们惹不起的人 可有什么惹不起的 方烟侮辱我在先 我还不能自卫了 大不了辞职走人 方总看着方烟 一脸心疼地说 是怎么回事 跟爸爸说说 方烟转身指着我 他泼我茶水 我的脸现在还疼 池玉上前解释 茶水不烫 池玉 方烟大喝 你不给我爸爸说实话吗 池玉治了一下 聂如地道歉 方总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方总不理她 看向我问 是你泼我女儿的 池玉给我递眼色 是以我赶紧道歉 我不卑不亢 是我泼的 那是因为她活该 你说什么 方总勃然大怒 池玉急得额头上冒汗 方总 这是我的新婚妻子 她和小姐有点误会 方烟吼道 什么新婚妻子 你们还没有举行婚礼 我上前要和方总进行理论 池玉拦住我 月月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你给方助理道个歉 这事就过去了 我们接着举行婚礼 方总和方助理都是客人 滚 我将她一把推开 他们是你的客人 不是我的 我的闺蜜早忍不住了 围上来 对方总七嘴八舌讲述情况 一个闺蜜拿走我的手机 把视频又放了一遍 方总看完 脸色也变了 盯着方烟问 你为什么侮辱别人 方烟狡辩 我没有侮辱 我是跟池经理开玩笑的 道歉 方总喝道 方烟一脸震惊 爸爸 您让我给她道歉 还不动 池玉很焦虑 低声对我说 月月 你赶紧给方助理道歉 不然 好 方烟笑起来 我给她道歉 她来到我面前 抬手就是一个巴掌 够了吗 我没想到 她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我动手 我的手比大脑反应快 反手还了回去 啪 方烟也挨个正着 惊呆了 你个贱人敢打我 她马上又打我一巴掌 我刚要还击 池玉拉住了我的手 她吏声喝道 陈月 你怎么能对方助理动手 方烟趁机噼里啪啦 连打了我几个巴掌 我被池玉控制着 无法躲闪 也没办法还手 助手 副总裁齐远突然冲过来 抓住了方烟的胳膊 她的巴掌才停下来 我的脸上火辣辣的疼 木火中烧 一脚踢在方烟肚子上 她 啊 的叫了一声 退后两步 随即甩开齐远 发疯一般扑过来 老娘打死你 齐远又把她抓住了 够了 方烟 方烟大怒 齐远 你也敢管我的事 滚开 齐远冷冷地说 我不想管你 但我不允许你伤害她 方烟愣了愣 哈哈大笑 你看上这个贱人了是吗 那好 我们的婚约正式解除 我心情复杂地看着齐远 我没有想到 她是方烟的未婚夫 却在这时候 公然为我出头 池远明明是我的未婚夫 却任由方烟的巴掌 落在我脸上 这个世界太魔幻了 方总这时候才发声 怒喝道 胡闹 阿远 把小烟带回去 是 齐远抓着方烟的胳膊拖走 视线却一直落在我身上 然后她说了一句 回去用冰敷一下脸 我的心一阵狂跳 方总看着池远说 你们继续举行婚礼 我回去教训小女 池远想留下她 又不敢说话 只能眼睁睁看着一行人走了 她回头对我说 月月 你今天闯大祸了 我闺蜜气愤地说 月月能闯什么祸 汉子表的爸爸 都让她给月月道歉了 你还怪月月 池远叹气 你们不懂 我说 我不需要懂 她的钱再多 也托不过一个礼字 我的事我自己会承担 跟你没关系 我跟闺蜜们离开了 池远没有阻拦 看来 她也怕现在娶我 会给她带来麻烦 我回家收拾了行李 当我拉着行李箱离开的时候 池远进来拉住我 月月 我们七年的感情 你就这样放弃 我不想理她 昨天晚上 那群人侮辱我 她不作为 我对她就失望了 今天她逼我给方烟道歉 又拉偏价 害我被方烟打得满脸疼 我对她更彻底死了心 我用力拉行李箱 放手 她不放 一脸心碎地喊 我不会放你走 月月 我们说过要一直走下去 你为什么要丢下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她竟然还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我的闺蜜纷纷指责她 又帮我抢过行李箱 她追着我说 你是不是怪我没有帮你 我是为我们的将来考虑 方是这样的大公司 前途无量 你如果得罪了方烟 方总会放过我们吗 你还打她 你想过后果有多严重吗 我们惹不起这些有钱人 月月 我是为了保护你 你到底懂不懂 我不想懂 我只知道 如果要我牺牲尊严 在一个公司待着 我宁愿离职 天底下不是只有方氏一家公司 我到了闺蜜的住处 他们陪我出去胡吃海喝 美其名曰 化悲痛为食欲 我想说我不悲痛 可这明显是假的 七年 我和池欲从热恋的情侣 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亲人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跟她分开 七年来 我跟她相互照顾 相互帮助 在今天以前 从来没有吵过架 所以我想不明白 我怎么就成了她的舔狗 一个闺蜜说 池欲是不是喜欢那个汉子婊 另一个接过来 肯定是 汉子婊是豪门千金 池欲一心想往上爬 跟汉子婊在一起 她可以少奋斗五十年 她讨好汉子婊 也不能践踏月月的自尊啊 就是不说狗男女了 喝酒喝酒 吃完饭 一群人又去唱歌 好得生死历劫 直到深夜 我们才回到闺蜜的住处 躺在床上 我看到池欲打了很多电话 也发了很多消息 我电话是射的静音 所以没听见 这些消息 我一条也没有点开看 直接删除 尽管有些醉醺醺的 我还是难以入睡 我努力回想 我到底做了什么事 会被池欲的死党们 看成我是她的舔狗 或者她真的变心了吗 她爱上了芳烟 我想找到池欲变心的蛛丝马迹 但脑袋里乱得像一锅砸凉粥 脑海里涌上来的 全是恋爱中美好的事 七年前大一新生报到的时候 池欲是迎接我的学长 她当时是大三学生 刚进入大学 有很多不懂的东西 她主动热情帮助我 我遇到学习上的难题 她更是不厌其烦 一遍遍讲解 小学妹对学霸学长 自然有崇拜之意 但我也没有到跪舔她的地步 后来她向我表白 我对她也动了情愫 就正式交往了 毕业走出学校 我们也没有分开 反而感情更好 池欲比我高两级 我毕业的时候 她已经工作两年了 我也进了她所在的公司 还成了她的下属 有不懂的 我可以直接问她 在她的帮助下 我很轻松就过了实习期 我转正后 池欲面临升职的压力 只有一个职位 三个人竞争 有一个资历比她老 有一个心眼比她多 她觉得自己没有胜算 那段时间非常焦虑 她跟我说 月月 我如果能升上去 我的薪酬待遇会涨一大截 我们的生活质量 可以改善很多 我懂她的追求 为了减轻她的压力 我包揽了所有家务活 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每天我下班回来 就忙忙碌碌 持育要家一会儿班 回来还要在电脑上继续工作 我把饭端到她面前 把洗脸的毛巾拿到她面前 总之 尽量不耽误她 我觉得情侣之间 就是应该相互帮助 相互照顾 持育成功升职以后 抱着我很很亲 她说 老婆 我的成功 有你的一半功劳 等我熟悉了新的岗位 我们就结婚 但男人的事业是无止境的 熟悉了新的岗位后 她又瞄准了更高的岗位 继续打拼 希望升得更高更快 她说 我争取挣够钱 全款买一套房 我们结婚带孩子 就没有压力了 这也是我的愿望 于是她专心忙工作 家务活成了我一个人的分内事 持育经常应酬 学会了喝酒抽烟 我担心她的胃出问题 只要知道她有饭局 我都会准备醒酒汤 她的衣服是我给她买的 她生病的时候 我衣不解代的时候 难道这就是舔狗 可这不是恋人之间的正常照顾吗 她也会照顾我呀 直到我不喜欢闻香烟的味道 她从来不在家里抽烟 我生病的时候 她带我去医院 我来大姨妈 她给我买治疗姨妈痛的药 给我煮红糖鸡蛋 节日生日 她送我喜欢的礼物 她每个月还给我零花钱 因为觉得她比我挣得多 她说 养家是男人的责任 如果情侣间的这些照顾叫甜 那她是不是也是我的舔狗 既然都是舔狗 谁又比谁高贵 结婚的事是她提出来的 那天她很突然地说 月月我们结婚吧 爱情长跑七年 我觉得也该结婚了 就答应了 可在结婚前夜 我听到了他们那令我愤怒的对话 婚是泡汤 是我甩了她 但我总想找出这场恋爱失败的根源 后半夜 我脑袋里突然灵光起来 我想到她的变化 大概是方烟空降为她的助理后 那段时间 她的应酬多了起来 经常参加饭局 聚会 使方烟喜欢吃喝玩乐 她陪着她吧 她应该早就知道 方烟是方总的女儿 但没有告诉我 这或许就是她变心的征兆 我不解的是 她现在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还假惺惺挽留我干什么 天亮了 我去公司递交辞职报告 人事部马上就批了 我从公司出来 池玉跟出来说 月月 你昨天给方烟道个歉 就没这回事了 方烟是老板的掌上明珠 老板就算当面斥责她 心里还是疼爱的 怎么可能因为我们两个外人 让她女儿不高兴 所以方总叫方烟给我道歉 只是做做样子 其实方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 出手打我 就说明方家的家教不怎么样 也说明方总夫妇 对这个女儿很溺爱 谁还不是父母的心头肉 我爸妈虽然过世了 他们在天国 也不愿意看着我被欺负 如果父母健在 我还担心连累他们 现在我一个孤儿 有什么好怕的 我冷淡地说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也不会连累你 月月 我不是怕你连累 我不再理她 静止走了 我和闺蜜另外合租了房子 但我找工作不顺利 我本意还是想进大公司 大公司机会多 薪酬有保证 小公司七扣八扣的 一个月下来没几个钱了 但本事特别大的公司 不到十家 相互之间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得罪的是方总的千金 等于得罪了本事的豪门圈 方家要封杀我这样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很容易 我也不是什么能力出众 能被大公司争相聘请的大佬 所以我跑了几天 一无所获 看来 我只能去小一点的公司试试了 迟玉来找我 看着我一脸心疼地说 月月 搬回来吧 你就算不工作也没关系 我养你 我好笑 你还没有放弃幻想 她伤感地说 七年啊 月月 你为什么这么狠心 因为别人几句玩笑话 就放弃我们七年的感情 现在 我没有那么愤怒了 也可以心平气和地跟她谈谈了 我问 你对我 还有刚开始那样热烈的爱吗 迟玉回答 我依然爱你 但不管哪对夫妻 时间久了 浓烈的感情也会变平淡 所以你就任由别人侮辱我 迟玉的眉头皱起来 我不是说了吗 那是他们开玩笑的 你为什么认为那是侮辱 是不是太敏感了 我反问 如果我的闺蜜说 迟玉是我的甜狗 我跟你结婚 不过是我养了一条狗 高兴了逗弄逗弄 生气了踢一脚 我不制止他们 而是嘻嘻哈哈喝酒 你高兴吗 你觉得我还爱你吗 迟玉掖住了 你看 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 你觉得是开玩笑 说我过于敏感 我应该大度 可发生在你身上 你就不觉得是开玩笑了 你觉得我的闺蜜 在侮辱你是吧 她默然半晌 说 我也会生气 我会讨厌你那些闺蜜 但我不会分手 因为我更看重我们的感情 我笑了一声 迟玉 你还不明白吗 如果我认有我的闺蜜 侮辱你 不制止 不干涉 就说明我不爱你了 同样的道理 你认有你的朋友 侮辱我 也说明 你早就不爱我了 那我们就算结了婚 也未必能白头到老 她极力辩解 不是这样的 月月 我真的很爱你 我打断她 真正的爱 是要像我们刚刚热恋的时候那样 哪怕我不在面前 你也不允许别人说我的坏话 刚恋爱那几年 我时常去找她 也听见她的室友 拿我和笑话比较 在大学里 我很普通 不是什么笑话斑花 持育却很出色 笑草之一 喜欢她的女生非常多 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 她怎么会喜欢我 有一次 我听见她制止 她的朋友议论我 她的声音铿锵有力 在我心里 陈月是最好的 没有哪一个女生 有她这么可爱 我最喜欢她的乐观 我有再大的烦恼 只要看到她 心情就会好起来 这就是我爱她的理由 以后 我不想听你们 说她不如谁 否则 绝交 现在想到她的这些话 我还会怦然心跳 我爱极了这样的她 然而 只过了七年时间 她就变了 我对她来说 可能只剩下了责任 因为交往七年 她觉得 应该给我一个交代 才一边向我求婚 愿意娶我 一边又放任 她的朋友侮辱我 我说 持育 你不是以前的你了 所以 我不爱你了 她说不出话来 只能默默地看着我离开 我要进小区的时候 她冲过来问 月月 如果我改了 你还愿意回头吗 我的脚步置了一致 没有回答 静止走了 不爱了 感情都消失了 她还怎么改 在电梯里 我回想着持育那句话 七年啊 月月 你为什么这么狠心 因为别人几句玩笑话 就放弃我们七年的感情 七年 谁的心不痛 不是她一个人 在爱 我也在爱啊 但从她任由方烟 骂我是舔狗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不敢赌根她的未来了 何况 方烟打我的时候 她不仅没有保护我 还逼我给方烟道歉 这样的她 哪还有爱我的样子 现在她都放任别人 羞辱打骂我 结婚后 她还会在意我的委屈吗 我赌不起 也输不起 所以我不可能再回头 次日早上 我从小区出来 站在街边打车 一辆卡燕驶过来停下 车窗摇下 是齐远 陈月 她叫我 有时间吗 我想跟你谈点事 我每次看见齐远 心里就莫名地紧张 我第一次看见她 是我去方氏面试的时候 她是面试官 我一进门 她就审视地打量我 然后她问了我许多问题 有些问题 我觉得跟应聘的内容 没有任何关系 比如 她问我去过哪些地方旅游 有什么兴趣爱好 喜欢吃什么菜系 我怀疑她要追我 忙不迭地说 我有男朋友 她笑了笑 说 回去等通知吧 我以为没希望了 没想到我 还是收到了入职通知书 实习期间 齐远经常出现在我们部门 持育全程陪同 齐远没再单独跟我说过话 但我每一次抬头 都会和她的目光相接 她深邃的眼眸 总是让我的心跳不由自主加快 我怀疑她是冲着我来的 我一直提心吊胆 不知道齐远到底要做什么 也怕她突然向我表白 她的地位在那里 我和持育都惹不起 如果她向我表白 我自然不能答应 那我和持育只能离职走人了 持育并没有向我表白 后来也来得少了 我才放下心来 但这几年 她只要一出现 目光还是会第一时间落在我身上 直到我和持育的婚礼那天 我才知道 齐远是方总的准女婿 不过方烟似乎不喜欢齐远 她的目标是持育 所以她应该是有意空降到 我们部门做持育的助理 现在面对齐远 我的心跳依然会加快 她的眼神过于深邃 总给人一种深情凝视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我想多了 齐远很帅 气场非常强大 我这样普通的小女人 连持育都驾驭不了 更不敢招惹她 这样的豪门贵公子 因此我拒绝 齐副总 我已经离职了 齐远下车说 我知道 我跟你聊的是私事 我的心一阵狂跳 结结巴巴 我 我跟齐副总 好像没有可以聊的私事 是我的私事 我想请你帮一个忙 我疑惑 我能帮她什么忙 齐远指着前面说 我们去茶楼聊吧 我跟齐远来到茶楼上 坐下来后 她端向着我说 你很像我妹妹 我服额 这个聊天方式有点老套 是真的 齐远说 她妹妹跟我是童年的 比我大两个月 我妹妹也是圆脸 很爱笑 她笑的时候 脸上也有小酒窝 这确实很像我 我妹妹叫齐静 那年 她从学校回来的路上 发生了车祸 齐远说 她妹妹发生车祸以后 在医院昏迷了很长时间 虽然经过医生全力抢救 四个月后 她妹妹还是停止了呼吸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妹妹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我当时有一个错觉 觉得我妹妹站起来了 她来公司应聘 是跟我开玩笑 我问了你许多问题 发现你跟我妹妹的喜好差不多 面试结束 我去了医院 看见我妹妹 还是安静地躺在那里 后来 我妹妹过世了 我很想念她 每次想她的时候 我就借工作之便来你们部门 我看见你 就像看见了她一样 我终于明白 她一次次出现在我面前 并不是想追我 只是把我当成她妹妹 齐远接着说 我爸爸跟我妹妹一起发生的车祸 我爸当场死亡 车祸发生不久 我妈就伤心过度病倒了 我妹妹过世的消息 我一直不敢告诉我妈 只说我妹出国留学去了 我妈不愿意让妹妹出国 总叫她回来 恰好疫情爆发 我谎称国外封禁了 我妹回不来 我妈跟我妹视频连线 我请国外的朋友帮忙 用我妹以前的视频加上 该技术骗她 几年过去 疫情结束了 我又谎称 妹妹在国外上班 我妈想念我妹妹 想得神思恍惚 前几天 她突然离家出走 不见了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她 把她送到医院 医生检查后 说她的神经出了问题 齐远的喉咙有点硬 她停下来 低头喝咖啡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觉得她家太惨了 这时候 什么安慰的话 都是苍白的 过了一会儿 齐远抬头说 我妈总是往医院外跑 要去找我妹妹 我妹妹自然不可能出现 所以我才想请你 去见见我妈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说 我跟你妹妹长得 不完全像吧 你妈妈会认不出来 齐远点头 你们长得不是很像 但我妈现在的精神状态不好 她看见圆脸的年轻护士 都拉着人家叫小静 所以你可以暂时冒充一下 另外 我妈身边有一个跟我妹妹年龄 差不多的姑娘陪着 她的精神状态慢慢会好起来 你放心 我会给你开薪水的 或者你有什么要求 也可以提出来 这个忙 我愿意帮 因为我想到我妈病是钱 对我恋恋不舍 无比牵挂 我能体会一个母亲失去女儿的心痛 我点头同意了 我见到了齐远的母亲 她很瘦 眼眶深陷 显得眼睛很大 看见我 她惊喜地喊了一声 小静 然后她快速下床 跌跌撞撞向我扑过来 抱住我放声大哭 我也落泪了 我想到了我妈妈温暖的怀抱 齐夫人一边哭一边说 你要出国 妈同意 你做什么 妈都同意 妈不会拦着你 你以后别躲着妈妈了好吗 我也抱着她说 我不走了 妈 我会一直在您身边 齐远感激地冲我点了点头 我每天都到医院陪齐远的母亲 有一天 我从齐远的车上下来 碰见了池玉 她震惊地冲过来 一把拉住我问 月月 你是因为齐副总才跟我分手 我甩开她 瞎说什么 我和齐副总没关系 她又拉住我质问 那你为什么跟她在一起 我扒开她的手说 池玉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要做什么 跟你没关系 我就算有了男朋友 也跟你没关系 希望你别再来打扰我 齐远走到我身边 虽然她不说话 强大的气场 也让池玉不敢再拉我 她低声下气地说 月月 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你气消了吧 我保证我会改 保证好好爱你 跟我回去好不好 我冷静地看着她 池玉 我不希望和你反目成仇 如果你不想让我恨你 就跟我保持距离 我跟齐远进了医院 池玉也跟来了 但她说 我来检查一下身体 我这几天胃不舒服 我心里有些黯然 从她要抽烟喝酒后 我就特别照顾她的胃 看来 我搬出来这段时间 她没有好好爱护她的胃 不过这是她的事 我没有必要再过问 我陪了齐远的妈妈一会儿 出来透气的时候 看见池玉站在外面 她愤怒地说 你还骗我 你现在攀高枝了 所以不管我怎么努力 你都不会回头了 是吗 我不想跟她解释 是 我不会回头了 她笑起来 笑着笑着 眼泪出来了 我爱了你七年 月月 你才认识她多久 你说 我对你的爱意不浓烈了 她就能爱你一辈子吗 看着她哭 我心里也不好受 我想 我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 也许在别人眼里 这真的就是一件小事 那些侮辱我的话 是别人说的 她没有说 我好像有迁怒于她的意思 前两天碰到一个同事 她还好言相劝 说 池玉算得上是好男人了 她不家暴 也没有出轨 方烟喜欢她是单方面的 她把方烟当兄弟看待 她对你很好 很体贴 很照顾 你如果错过她 只怕难遇到比她更好的了 陈月 你就跟池玉和好吧 我怀疑是池玉 拜托她来当说客的 这两天 我一想到这位同事的话 就想到 池玉没有在她那群兄弟面前 维护我 没有在方烟面前保护我 这或许是她唯一的缺点 但恰恰就是这一点 让我对未来 没有了安全感 我看着池玉 谁说我要嫁给齐远 目前 我没有嫁给任何人的打算 她抹着泪问 真的 我点头 因为我们这场恋爱 已经用完了我全部的力气 现在我连你都不敢相信 还敢相信谁 她愣住了 嘴巴张了张 好一会儿才发出声音 我 是我让你对爱情失望了 我没有回答 你回去吧 好好工作 有喜欢的女人 好好对待人家 她的眼泪又出来了 月月 除了你 我没有办法爱上别人 往后余生还漫长 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 回去吧 拜拜 持狱哭了好一会儿 见我很心不理她 抹着泪走了 齐远 齐远出来问我 你恨她吗 我摇头 说不上恨 只是不想继续了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 不管怎么样 哥都站在你这一边 谢谢 这几天的相处 我和齐远熟悉了 当着她母亲的面 我叫她哥 她对我也随便起来 不是拍拍打打 就是搂我的肩膀 不过想着 这或许是 她跟她妹妹相处的方式 我也就释然了 齐远每天送我回家 有一天 我从车上下来 看见池玉和方烟站在那里 方烟冲着我阴阳怪气地说 哟 舔狗都舔到我男人面前来了 真会舔啊 不等我说话 齐远开口 方烟 你半个月没刷牙 出门还不带口香糖 你自己哈口气闻闻 狗嘴都没你嘴臭 我暗暗惊讶 齐远这么毒舌 方烟气地骂 你才半个月没刷牙 你是我的未婚夫 整天和这个贱人勾勾搭搭 要不要脸 齐远呵呵一笑 你说错了 我只是你的前未婚夫 还有 这里除了你 没有贱人 我想起在我和池玉的婚礼上 方烟说要嫁给池玉 又因为齐远护着我 他声称和齐远解除婚约 看来 他们已经退婚了 方烟气地战红了脸 吼道 齐远 我好歹做了你六年的未婚妻 一说退婚 你不仅离职 还把公司剥离 你对得起我吗 齐远回答 定了婚 两家是一家 公司合并 我自当为公司校全马之劳 退了婚 我跟你再无关系 当然要把我的公司带走 可你这样釜底抽薪 让我们家怎么办 你家的事 跟我无关 我之前听过公司的人八卦 说方总虽然名为总裁 实际上他不管是 出力的都是齐远 很多合同都是齐远拿下来的 公司能发展得这么好 也是齐远立下的汉马功劳 那他把公司剥离又离职 对方家的公司来说 的确是很大的损失 岳岳 迟玉来到我身边 低声问 你和齐远 我翻了他一个白眼 他闭嘴 过了片刻 又说 岳岳 我想了几天 你跟着齐远 应该也会幸福 我好笑 你想以退为进 他假装大度 愿意成全 我和齐远 实际上是想让我感激他 对他重新产生好感 迟玉尴尬地摸摸后脑勺 强颜欢笑地说 岳岳 我还是想亲自守护你 我抬手指住他 你要我说多少次 我们之间完了 我也不需要你的守护 迟玉的尬笑僵在脸上 眼里又有了泪意 岳岳 她的喉咙硬硬地说 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 我们小时候 父母说 知错改了 还是好孩子 为什么我在你这里错了一次 就再也没有机会改正了 她看方烟一眼 解释说 我和她不是约好来的 我来找你 已经等很久了 她是刚才出现的 我回答 迟玉 我们现在纠结谁对谁错 没有意义 是爱消失了 没有爱了 这样的错是改不了的 你还不明白吗 那边的方烟突然大吼 岐远 你不就是想用这种卑鄙手段逼我屈服吗 我告诉你 我宁愿嫁给迟玉 也不会求你 她冲过来 抱住迟玉就要亲 迟玉吓得将她一把推开 方烟变了脸 大喝一声 迟玉 你也敢嫌弃我 迟玉僵住了 她是不敢得罪这个大小姐的 哪怕知道方烟只是跟她玩玩 方烟得意地双手插腰 过来 亲我 迟玉往后退 方小姐 我们不能 方烟恼火地追过来 迟玉往我身后躲 方烟一脸仇恨地瞪着我 齐远将我一把 拉过去护在身后 你们离玉玉远一点 方烟 我警告你 你敢伤害玉玉一根手指头 我就剁掉你的手指头 你伤害她一根毫毛 我烧光你的头发 方烟又惊又怒 尖叫 我到底哪里不如她 你们为什么都喜欢她 齐远说 我喜欢她 是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陈月 迟玉也回答 我喜欢她的单纯善良 方小姐 你除了家事比越越好 没有哪一点比得上她 方烟更怒 迟玉 你不想干了是吧 是 月月不在你们公司 我待在那里 也没有意义了 我不想听他们吵架 对齐远说 我进去了 她点头 开心一点 我明天来接你 第二天 我继续在医院陪齐夫人 中午我去拿饭 回来 却见方烟在病房里 我估计她恼羞成怒 跑到医院 来找齐母说我不是齐静 是个冒牌货 我怕齐夫人受刺激犯病 急忙给齐远打电话 她很快来了 进病房直接拖方烟 滚出去 方烟得意地说 我已经告诉伯母了 阿远 等等 齐夫人叫住她 她又向门口的我招手 你也进来 我进去以后 她说 我知道你不是小静 感谢你来照顾我 方烟吃惊地说 你早就知道 当然 我又没有老糊涂 怎么可能连自己的女儿 都不认识 方小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阿远 没关系 反正阿远也不喜欢你 退了婚 正合你俩的心意 但你为什么 还来我这里说 阿远的坏话 这个姑娘冒充小静 来照顾我是一番好意 我又怎么会怪罪她 方小姐 希望你别再做这些无用功 方烟兴兴兴地离开了 齐夫人拉着我说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齐远介绍 妈 这是陈月 好好 那我叫你月月吧 你和阿远是在交往吗 没有 我急忙摇头 她叹了口气 说 真是难得 你和我非亲非故的 还每天来陪我 我不能说是因为 齐远给我开的薪水很高 我一脸真诚地说 阿姨 我没有爸爸妈妈 在您身边 我感受到了母亲的爱 我也很开心 你是个好姑娘 我希望你能做我的儿媳妇 齐远打断她 妈 您别吓着她了 我不吓她 我说的是心里话 月月 如果你和阿远没有姻缘 那我希望你能做我的干女儿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没有想过和齐远发展成恋人 可如果认齐夫人为干妈 又怕有人说我失利眼 潘高知 我不喜欢这样的闲言碎语 我直接拒绝齐夫人 又怕伤了她的心 齐远为我解围 妈 您别强人所难 就这样不好吗 齐夫人说 就这样也好 月月 我的意思是 以后有人欺负你 你告诉我 我帮你出气 阿远欺负你 你也告诉我 齐远说 那她欺负我呢 那是你活该 我也帮她出气 我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齐夫人出院后 我进了齐远的公司 还是做我以前在方氏的工作 我依然住在和闺蜜合租的房子里 齐夫人想让我搬去她家 我谢绝了她的好意 和闺蜜住在一起 我更自在一些 齐远经常来找我 说她妈妈想我了 接我去陪她妈妈吃个饭 逢年过节 她也来找我 说她妈妈想出去旅游 请我陪同 方烟嫁人了 嫁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 因为她家的公司撑不下去了 她爸逼她嫁给那老头 换一笔聘礼来挽救公司 但结婚第二天 她就被老头退货了 理由是她不是处 她爸的聘礼还没有到手 只得再给她找第二个男人 方烟这时候才真正后悔 来求齐远帮她 齐远连见都不见 齐夫人说 我早就知道方烟不检点 但那时候阿远她爸爸过世了 她刚刚接管公司 我担心她撑不起来 逼她同意和方烟联姻 方烟的父亲看好阿远 找人来提亲的 方烟却嫌弃阿远笨嘴笨舌 一直吵着要退婚 现在阿远成长了 我也不干涉他们的婚事了 退就退吧 不过方家的公司 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齐夫人一语成衬 方烟因为嫁第一个老头被退货 名声臭了 富豪圈里没人愿意再娶她 她父亲的公司终于破产倒闭了 有一天 池玉来找我 说 月月 我要离开这里了 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我摇头 她一脸落寞地说 我知道你不会回头了 但还是不死心 总想再试一试 我淡然地看着她 再见 顿了顿 她又说 如果我去齐远的公司 会影响到你吗 我说 不会 此时 我心里毫无波澜 我真的已经放下她了 是啊 没有谁是离不开谁的 爱情一旦变质 忘却并不难 七年的爱人 也终成过客 我说 真的有没有 实际上